《神州浩土》 独占神州 正值危难之际 一个绝强的御灵师 现世 御灵师 以自身寿源为代价 封印了万灵帝尊 和十二国将 神州浩土 从此恢复平静 别跑 亲密偷钱的 别跑 老夫游方致死 就凭一张嘴讨个生活 请大家蓬蓬厂 蓬蓬厂 这会儿一碗肉丝面 跑不掉了 拜托各位 要吃饭的吗 讲的什么呀 还想要钱 有毛病 就是就是 胖胖从没听说过御灵师 你就是个骗子 我们要听皇上 跟娘娘的故事 对呀 史大林要得赠了 祖皇的舍哥 要为了你这个墓碑易寿了 走 去看看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灵气波动 我看你是不是 看你这只会是 我看你这只能保存 看你这个墓碑易寿了 想要去 你这个墓碑易寿了 这只能保存 你这只能保存 我看你这只能保存 想要到你 是 你这个墓碑易寿了 你还要保存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追着那个偷钱的刀线口 然后 出去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 城外的古墓从来没人能活着出去 你这个润州城小大侠基本没戏了 老铁来啦啦赶紧帮我解开 为啥呀 我是你的御灵师啊 我倒了八辈子没才跟你签订灵气 总是自以为是的伸张正义 呸 却连自己的精灵都保护不了 你还有脸说 每次遇到危险你就逃 这次差点被人打死了 死了正好 我可以找个新主人 四号子你说什么 小大侠 你真的以为我想跟着你 看看你干的事 张所将好心给人开锁 你不由分输地打了一顿 说人偷盗 我不知道 信蛇的收摊位费 你跟他们斗了一个月 他们还是收了李剃头的摊位费 而且还多收了 你知道 承熙卖豆腐的张大娘他们怎么说你的吗 闭嘴 总算 你 出人呐 刚才我是在故意激怒你啊 每次你生气 力量就会变得特别大 你看 锁具都坏了 而且张大娘他们都感谢你 你为他们出头呢 真的 我说一句谎话 天打五雷乎 主人你看 连老天爷都在帮你呢 无心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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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能出去了 老铁 你跑什么 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人 来自一个与主人平行的时空 特地和姐姐穿过戒约长河来救主人的 呃 天姑娘 我很感激你救了我 但你说的话还没有接脚胖子说的那个 万灵帝尊十二魔将靠谱 主人知道万灵帝尊就好 万灵帝尊派遣蝙蝠魔将 击杀了过去时空还未成长的主人 您 您是已知的最后一个 杀我干嘛 就因为我长得衰 嗯 轻轻时空的主人是人族最强的守护者 击杀其他时空的您 会削弱主人的力量 哎 行了 行了 你说得也太离谱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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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你的手怎么了 嗯 呃 没 没事儿 小心 啊 这 这是什么贵东西 古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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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Stres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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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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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 心魂一体 本命均入 烦 这 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中了血骨的人 人变的 对 蝙蝠魔将的血骨 会让人丧失理智 变成古人 扶植 只是暂时起到压制的作用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问我 我还要问你呢 你把我家墙壁打塌了 你就说说 怎么赔吧 喂 说话呀 喂 他 疯了 刚才虽然唤醒了他的意识 但他心脉已坏 不出一个时辰 就会复发 或者死亡 主人你现在相信 我说的话了吧 还是觉得很不真实啊 我为什么要说 太难了 就会让你去 再来 我说 我说 这房总有什么 我接受 我命坚持 把孩子 没 门 如果你 我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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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在世界的主人已经十分削弱 如果您再有什么不测 那个世界也就完了 为了主人 为了大家 我和姐姐都会拼上性命的 石大利 你发什么疯 又在墙上捣动 想住漏风屋啊 这回真不说动手 刚才那个跑出去的光榜子看到没 是他干的 背锅也找个靠谱的人行吗 就他那小身板 骗鼠呢 这就是主人的第一只契约精灵 老铁 没有想的还有可爱 哎呀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 果然长得漂亮的 神美也不差 也不知道小姐姐叫什么 我叫清清哦 不对 除了跟我签订契约的大令 普通人应该听不到我说话的呀 因为我不是人啊 老铁 我认识大利的七月精灵 怎么可能 青秋血土最纯净的九尾天狐 不比你差 好啊 石大利 你都有九尾天狐了 今天咱俩干分手了 清清 你的耳朵 糟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 啊 你要走吗 我在同一间的长河的时候 遭遇了一点意外 实力正在不断衰退 骗 骗人的吧 嗯 他没骗你 精灵原形已经开始显露 而且之前施展的瞬仪咒和定心咒 我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肯定不是蝙蝠魔将的对手 必须得先找到姐姐 你姐姐 也在润州城里吗 我们一起去找 不行 耽误之急 是让主人你尽快出城 但你们没有我熟悉润州城 我可是 哎 主人 你怎么 你自己会 sect 你让你相信 你要怎么 你 你 我 我 我知道你是怕伤害我们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 青青 你搭老铁走吧 老铁虽然嘴巴毒 但不坏 我怎么可能让你死掉 不动了 以我现在的法力 只能拖延三天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我就要 血骨我虽然解不了 但姐姐能解 润州城这么大 这点时间找一个人 我看大验这次死 闭嘴 我和姐姐 各自藏成昆仑玉瓶 穿梭的接日长 两只宝瓶 都是一对的 距离姐姐越近 宝瓶上的光芒 就会闪烁得越快 就好像是 现在这个样子 那你姐姐 不就在我们附近 应该 释放云三里之内 还好还好 润州城从一头走到另一头 也就无力路 你姐姐 肯定在润州城里 我们现在就去找 等等 我先把耳朵敲出来了 豪铁 记得戴上青青的瓶子 我来 喂 大验 这瓶子本大爷保不动 好像不在这里 没事 我们再往前面找找 应该就得不见 要来 阮州城有孽障啊 一踢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 当天断了气 半夜又从棺材里爬出来 见人就咬 哎呀 大柱也是 有人在巷子中发现了它 脖子上有个牙印呢 走吧 又疼了吗 好了 别担心 我还没活够呢 你不是说 我以后会成为一个 顶天立地的大人物吗 死这里 太亏了 放心吧 有我在 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怎么办啊 主人 快了 快了 就在里面了 主人 这是谁的家 这是润州城里 全市最大的理大官家 我们恐怕进不去 他家门 有什么难进的 我没事就去他家转悠 你能钻老鼠洞 我们能钻吗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快到了快到了 我们不要急 东西里 快到了 就是前面了 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 小心 差一点点掉下去了 不能碰 不能碰他 这是缩身符 解开就会失去法力 一个时辰内 无法使用 千万别乱碰 清清 你还会什么符 趁着你还借的 都交给我呗 像那种喷火 遇雷的都行 主人 我现在 只能使用最基本的符法 实力刷入后 很快就会忘掉 超出实力的部分 那以后 会不会连最基本的法术都 会吧 但是 只要主人安人无恙就 那时候 就换我来保护你 你 是在在意我的安慰吗 当然在意啊 可 可精灵不是人啊 不是人怎么了 你比大部分人都要好 清清 你很奇怪 难道 那个世界的我 对你不好 没有 没有的是 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哎呀 清清小姐姐 你不会是喜欢上 那个世界的 史达利了吧 他拒绝了你 他脑子坏了呀 你这么好看 心很又好 很多事情 说不清楚的 但还是谢谢你 史达利 真的谢谢你 呃 我说的都是事实了 要是他再敢这样对你 我帮你揍他 嘿嘿嘿 嘿嘿 喂 我们 是来找瓶子的吧 哦 对 找到姐姐 给达利解毒才是啊 哼 嘿嘿 嘿嘿 嗯 是 怎么过去啊 你这么盯着本大爷干嘛 阳暑千日 庸暑一时 嘿嘿嘿嘿嘿 你 你又打本大爷什么坏主意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飞过去 飞过去 好样的啊 老天 死浩子 你故意让我出手是不是 大林 你没事吧 放心吧 青青小姐姐 这家伙不会有事的 好了 干了 还是青青好 老铁 你有良心吗 真是白对你好了 良心是什么 能吃吗 吃吃吃 就知道吃 我养的究竟是个仓鼠 还是一头猪啊 这我可以 嗯 这里怎么会有陌生的气望 给我搜 是 好 太好了 还有 我 给 什么都没有发现 都给我仔细点 若是府里丢了什么东西 你们的脑袋都赔不起 李家大宅平日里也有这么多庭院护问 见鬼去吧 以前从这儿到厨房 一个人都没有 我才几天没来 清清 怎么了 你们看 姐姐就在附近 都给我仔细点 若是府里丢了什么东西 你们的脑袋都赔不起 难道那些户要保护的东西 就是你姐姐的瓶子 应该是的 那我们快去把瓶子找出来 礼服这么大 你要跑到什么时候 上来吧 我可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轻轻小姐姐 是为了轻轻小姐姐 你 右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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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往前一直走 前面路可左转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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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天 哦 我 自己没房子 累 累 累死本大爷了 辛苦你了 到地方 你姐姐的瓶子呢 不会是那个花瓶吧 没错 十大列 我不是说过 不变回来 咱们怎么抱着走瓶子 不行的 外面戒备森爷 我们带着瓶子逃不出去 要不 你把瓶子变小 姐姐的法力比我高 我的福对瓶子不起作用 那怎么办 要不我们 有人来了 快躲起来 那个 那个你叫 在下薛德 法号 有德散人 什么样的人我都见过 叫薛德的 还是第一次遇到 好玩 好玩 是薛德 不是缺德 我说此母对劲呢 不知道薛散人 来财宝阁有什么事 在下路过贵宅 发现此处有不同寻常的灵气波动 你说我家有灵气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老李家一向行善积德 这次啊 要兴旺发达了 那股波动有些异常 可能是凶灵作祟啊 哼 不可能 宅子是龙脉老仙人看过的 花了大把的银子 怎么可能会有凶灵作祟 你这个老骗子 竟敢拼到我的头上 李大官人 来人哪 把这个老骗子 丢出去 哎 住 李大官人请看 定灵针能够测出异常的灵气波动 李大官人 哎 真好玩 真好玩 老骗子 你这个针卖不卖呀 我没事可以把针扔碗里转着玩 嗯 这针 乃是用女娲补天的五彩神石碎屑 打磨而成 可敢知万物灵气 天下间 仅有阴阳两根哪 定灵针若是停在 伤死 经三胸门上 基本可以确定 这精灵 作恶多端 呃 骗人的吧 这针转的 根本停不下来啊 真转的越快 说明周围的精灵就越强大 哎 大师儿你看看 这就是我李家的财宝阁 他们进来了 清清 我们 哎 这是隐身房 别出声 那个中年人 虚伪很高 李大官人放心 在下前来 就是为了降服兄灵 保贵宅 平安无恙的 这不是那个说书的吗 就在前面 英真子不会在他手里 请李大官人随我来 快帮我好好看看 到底哪里藏了兄灵 只要能保家宅平安 多少钱我都给 大力 那人 可能发现了姐姐的瓶子 清清 你姐姐那么厉害 为什么不从瓶子里出来 是啊 这个时候姐姐也该醒了 难道姐姐再接越长河里也 别着急 也许你姐姐睡过了头 我们先过去看看 大官人 这只瓶子似乎不太寻常 大师真是高人哪 这瓶子的确和其他宝物不一样 放在床头会做噩梦 放在仓库会失火 只能用店铺里那面高人开过光的八卦镜 镇压着 不过 站在瓶子周围还是难受啊 您看 这些天 我都瘦了 定灵真被干扰了 果然是星灵了 不过 不过 感谢观看 看下木牌上面写的价格 石大利 你又想做什么 买下玉品啊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可是李家财宝格的规矩 不贵的 才一千两 一千两 是不贵 一千两 很贵吗 一千两 够我吃一百年的牛肉面了 才一百年 对啊 普通人也就一百岁 有办法了 清清 你可以用法术变个一千两 不行的 法术变得前 在八卦镜下会显形 那就只有最后一条路了 大利 你要去打工吗 回去再跟你们车 这大利 这是咋了 从古墓里逃出来 神经错乱了 我看他是被吓傻了 我看他是被吓傻了 大利哥哥今天好酷啊 躲远一点 这家伙脑子坏了 混迹润州城三年 你们知道 我见过最值钱的是什么吗 磕了符咒的兵器 可以在拍卖会上 卖出大价钱 在兵器上磕符咒 对清清你来说 应该不难吧 在菜刀上磕符咒 是不是很佩服啊 快开始吧 我还等着救出姐姐解毒呢 大利 繁体 恐怕承受不住符咒的力量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要是制作符兵这么简单 还会那么贵吗 我 我又想当然了 那可怎么办 史大利 你就是个废物 什么都办不成 就你这样 还想着跟清清在一起 大利 你也别担心 繁体做符兵 虽然失败率高了一些 还是有机会成功的 你不是说 交给我吧 清秋其双 九尾之谷 有道降见 初子行书 作瑞周文 以标灵符 老铁 这是什么舞蹈 清秋一族的寝神舞 能够增加书写符咒的成功率 但会折损寿命 史大利 你走狗屎运了呀 清清竟然会为你这样付出 折损寿命 不行 打断 对清清的伤害更大 值得吗 清清 我不是那个世界的石大利啊 要开始喽 加油 清清 我的小命 就在你的手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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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火符 加持在武器上 可以劈开火焰 嗯 这是御水符 可避火御水 够了 达林 对不起 怎么可以怪你 是我太没用了 要不是我 你们就不用冒着危险 穿梭境遇长河 也不用付出寿源 不关你的事啊大利 事到如今 还不想想怎么补救 补救 不 菜刀承受不住伏笔 定灵针可以吗 这可是补过天的 用定灵针克服 大利 你脑子坏了 可以是 还是要麻烦你了 清清 大利 我用不了定灵针 啊 大利 你来写 我教你一道 最简单的御水符 我来写符 别开玩笑了 就是最后一把菜刀了 我看还是 大利 我相信 你肯定可以 大利 大利 把灵力凝聚到定灵针上 按照符咒脉络来刻画 不行不行 我没有灵力啊 那 把所有注意力 都凝聚到定灵针上 行不行啊 闭上眼睛 抬出一切打您干扰 弃尘丹田 抱怨手衣 弃尘丹田 抱怨手衣 弃尘丹田 抱怨手衣 清静无为 可知万物 衣如万物 万物如衣 不得了了 这小子回忆起他老爹 交给他的东西了 吃炸 Create 好 我不可 beh 老爹 Create 好 행 д ts 3 好 咱 施其宁 人不守依 施其弃 依之为本 三才合一 此所谓修炼之初法 抱怨守依 又打瞌睡走神了 我堂堂天下第一玉灵师 你娘也不差 怎么骗骗你 算了 记住这些修炼之法 以后会对你有用的 夫妻 大灵 你太厉害了 怎么了 成功了 这伏兵 还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这种伏兵 只能抵御水流和火炎的攻击 人主修炼的行家 肯定不会选择这种伏兵了 没事 只要能护能拍卖行的人就行 这种伏兵 我们可以把鸡鸡肉 将比较得很快 有意思 给你 帮你 是 所以 肉面来喽 大力 我们怎么来面馆了 先填饱肚子 才能有力气做事 小二 来两碗招牌面条 要红汤的 焦头放肥肠和红肠 好嘞 客官您稍等 我吃不得辣的 一沾辣就要打盆点 姑娘放心 红汤面不辣的 咱们的面条有嚼劲 焦头也好吃 至于有多好吃 那就只有您自己尝尝了 大力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想办法卖了福冰 尽管把姐姐的瓶子赎回来 这你就不懂了 想把福冰卖个好价钱 就得先来面馆一趟 这是赚一千两的第一步 牛老板 忙不忙呀 我朝你有事 四大力 你又想骗我做什么事去呀 本大爷受不了了 老铁 你的任州成的这么久 都没见过牛家面馆的老板吗 没有啊 得亏之前没有见过 否则 打死我也不来 您要的两碗 红汤面 居然没有一点辣椒味 因为这红色的汤汁是酱油做的底料 好特别的鲜味 牛老哥 帮我找个竞拍卖会的门路呗 四大力 你和十哥捣乱的事情 我还没给你算呢 每次找我 都没什么好事 哪能啊 您找福了大力三年 大力一直把您当亲哥哥看的 那你还来添乱 哎呦 牛老哥 我做了一把伏冰 想卖个好价钱 你能做伏冰 你看 本路 人家当然有 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是就 哎 别说一剑 一百剑都没有问题 四耗子 有你这么吃的吗 我怕面凉了 先吃一点 就一点 大力 我吃不下了 剩下的都给你吃 好不好 伤口又发作了 手势不上力了 我来喂你吧 这么大 还要你娘亲喂 叫娘亲呗 杨君 你说好不好 好好好 只要大力 你不想要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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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老哥 您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有什么事儿 尽管说 以后会有机会的 神神秘秘的 不管了 一千两 我来了 大力 等一下 多亏青青帮你收拾 否则啊 你肯定要被当成企带丢出来 等我忙完了再来收拾你 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小姐 带来这么个没诡计的仆人 普通拍卖场在那边儿 贵宾席令牌 看到没有 贵宾席 贵宾席 那你们就坐在门口的位置好了 这贵宾席也太不值钱了吧 那请问卖东西也在这里吗 没有推荐信 可不能在我们这边卖东西 不过 姑娘 你美若天仙 我可以 推荐信 东西 在这儿 再给小爷废话 撕了你的嘴 伏兵 伏兵虽好 但也要看 谁给你写的推荐信 依我看 这推荐信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肯定没问题 贵客两位 豪华 顶级包间 快点儿 就是最高华的那一间 牛老板的那一间啊 好好看 好 尸位 修炼者 加持过的凌羊玉 东可保暖 夏可纳梁 几拍价 白银八百两 我又要这个 一千两 一千五百两 怎么样 够豪华吧 你 你不是那个门童吗 无礼 这 是我们拍卖行的手动靠 当门童 只是我的兴趣爱好 你就是 石大利吧 我老爹经常提到你 你老爹谁啊 我老爹 之前可从来没给人写过推荐行 那个娘娘腔 居然是拍卖行的东家 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叫牛人 最喜欢各式 角色扮演 然后忠诺别人 这也没办法呀 人生无权 除了钱 我啥也没用 那你扇子上面的字写错了 看过的人都知道写错 但他们不会像你一样指出来 你知道 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不敢得罪你 他要是敢压架啊 他要是敢压架 我就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人家可是拍卖行的少东家 你逞什么呢 老铁 你到底哪一边的 下一件拍品是一把罕见的符冰 特有御水符 可以领域水流和火炎 这把符冰可以自主抵御水流和火炎 起拍价 白银六百两 怎么才六百两 一把符冰起拍 至少要一千两吧 菜刀做成的符冰 能值多少钱 这起拍价 还是看在老爹推荐的份上 你 如此便宜 敢问 这把符冰材质如何 繁铁 菜刀 能用菜刀做成符冰也算稀奇 我出六百五十两 还有哪位贵客要出价 没关系的大铃 我们可以再做一把 这样就有一千两了 还用你的寿命为代价吗 那我宁愿不做 可姐姐和你 一千两 牛人少爷出一千两 我才不要占你的便宜 菜刀 就暂时抵押在这里 等我有钱了 一定还你 大力 你太实在了 给他凑个整 两千两 牛人少爷出两千两 还有哪位贵客要出价吗 我们有钱是回平了 可这么一大笔钱 我一时半会儿还不出来啊 我交朋友 从来不在乎他有没有钱 不还也没问题 何况这次拍下符冰 咱们钱获两千 这有钱人的喜好 真是太难捉摸了 一件垃圾符冰 竟然掏了两千两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那家伙 这样我们就可以救回姐姐了 你睡床上 请请你也早点睡 爹地 爹地 我 在这儿呢 大力 你跑到这里做什么 我还以为你 以为我斜骨发作了吗 不会的 来得及的 我相信你 轻轻 不过 如果我真的变成古人 你照着这儿 给我来一件 进它 自准一点 我怕疼 不是你胡说 你不是说过 要成为一个可以保护我的大英雄吗 也许这个世界的十大力 说定就是一个 死了都没人知道的小人物呢 琴琴泄露了消息 还请主人责罚 看来 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你下去吧 请主人再给琴琴一次机会 大力 都是我的错 你本就是天下第一玉玲孙 琴琴 我不是那个世界的十大力 你不明白 我哪个人都想要你好好地活起来啊 你 请主人监责播 那你做的有水 箪called 亭集绣 他个immun 施大利 李家是你能进的吗 财宝阁的规矩 还要我提醒吗 带客人们进去 他们还是来了 我去解决他们 你是能打败九卫天狐 还是想见识见识 吴尚月那帮家伙 这 不成器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这财宝哥刚开门就来生意了 不知道两位客官想要什么 雨莲花天然成型的玉珠百年难得一见 太朴素了 那您看这金鸡红碗如何 颜色太浅不好 这个瓶子不错 客官 使不得 这个红瓶不干净 已经出了好几次事 小爷看对眼了 就要这个 要不 要不 小的再给您推荐去看 是我买东西 还是你买东西 可官 这还不是为了您 既然您想好了 那小的 叫不多嘴了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声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微信 20 公开 稻 Twelve 公开 余 老公 猾 老公 老公 原来 哈哈 大力 你等一会 我这就会 瑟瑾姐姐 千语如水 无心共证 接下来 就等姐姐苏醒过来了 大人 大人 不行了 我感觉血骨要发作了 那个大红原伪平呢 别提了 刚才有个傻子 花一千两买走了 被谁买走了 你不知道 里面封印着凶灵吗 学大大师 不关我的事啊 施大利一定要买 再说 他带走花瓶 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好事 施大利 他住哪儿 焦村那块儿 说来也奇怪 他一个小混混 哪儿来这么多钱 大利 大利 你再坚持一会儿 姐姐很快就会醒来的 不好了 不好了 红瓶子没反应了 怎么样 情况很糟 姐姐伤了元旗 现在的元旗 不够太苏醒 元旗 现在去哪里找元旗啊 听说 精灵都有一颗本命元旦 那就用本大爷的元旦 补充元旗 消耗元旦 救死一生 就算你能够活下来 也会变成一只普通的仓书 你 当真舍得 谁叫他当年 非要从猎鹰嘴中救下本大爷 来吧 拿走本大爷的元旦 还大利活下去 老铁 你还没有修炼出法力 体内没有元旦 死猴子 果然不靠谱 看来 怎么要下辈子再见七月了 谁要你这个穷光蛋 本大爷 要找个有钱人 你现在要是不好好活着 下辈子可碰不到我了 好 清清 你在做什么 这次 红罗和你一起去 记住 人灵殊途 不要再感情用事 快停下 大爷 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给我回来 给我回来 主人 我来救你了 你 你 是在下雨我的安慰吗 我来喂你吧 清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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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你 赤衣室红罗参见尊主大人 大力 你有救了 你跟青青一点都不像 尊主大人 您不必过于悲伤 她可是你妹妹呀 我和青青都是您的契约精灵 为主人而死 天经地义 你给我滚 您中的血骨很深 如果心脉受损 我也无法救回 那就杀了我 不急 先用您引出蝙蝠魔匠 等我解决它 再给您续命几年 也足以尊主大人 横扫残余的魔匠了 你不是来救大力的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嘴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天地阴阳 和和而生万万 天为阴 地为阳 南为阳 木为阳 人为阳 灵为阴 拉点保佑 拉点保佑 转发佑 去 逆转阴阳 这凶灵难道要 阴阳顺而阳气形 阴气逆 令人阳而御离 阴阳逆而阴气 阳气逆 可精灵而御人 此道有伤天和 但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请满意行 阴阳 轻炎 开 引逆袭中 以待我破了这邪阵 逆战 竟用邪阵律试伤人 受死 去 老家伙 别碍事 怪不得润州城里灵气怪异 原来是你这头恶狐作祟 恶狐 老夫今日就震杀了你这孽畜 开 猪灵剑 顶灵针 该死 孤独还没有完全排除 孤独还没有 啰恶狀 小力 古人 定不真正 四夫归位 急急如律律 清清 不服 竟然邪谷害人 受死 没了定灵针 还想杀我们 试试就知道了 竹灵 他中了血谷 我们得救他 灭障还敢胡说 你以为老夫不知道 这阵法的用途 清清 你走 血谷反噬 血谷反噬 我真的救不了他了 姐姐 尊主大人的嘱咐 你还是忘了 孽障 服输 奇门顿甲天书 降临珠魔 开 举足三尺 神明见察 必死担心必死 请浩然正气 浩然正气 哼哼 姚蜜术 你 判断 用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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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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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世界 好好看 观看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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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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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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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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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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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秦秦 剖光 還是要用到那個布置了 快醒醒 膽青碧血吐完了 就剩你了 就算我用不了定命真 也能让你生不如死 无声院角到了 你也想诸诺世界因果 再去难逃 因果 如果不是你 我拿不到轮回盘 也找不到这个世界 放开心情 放开 石大猎啊石大猎 他就是害你的那个阴啊 你知道吗 以后 你会成为天下第一玉灵士 高高在上受万人敬仰 是他 让我找到了你 他毁了你的未来 本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 不 琴琴他是来救我的 救你 还是救他的主人 拿起地灵针 杀 一切 都该结束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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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 你休想伤害天青 明晚不灵 天青师叔 我已经交给你了 不要留情啊 只能赌一把了 请聚灵献身 雪德 你敢用天雷劈本座 劈死你 雷捕天官 荡邪除恶 急急如日令 定灵神针 速速归位 该死了 要是让你拿到余龟镇 还真有点麻烦了 如果那家伙伤有点麻烦了 本座绝不敢用这种玩火自焚的法子 可惜呀 盘 走火入魔来提升实力 可惜呀 你得先杀了十大力才行 古人婆从 去杀了他们 始绝呢 伤有点麻烦了 驱邪咒 光明咒 雷芒咒 起 雪德 等本座杀了史大利 一定要将你开膛痛苦 大利 想起来 快想起来 你是天下第一玉灵师 我 我是 大利 快想起来 红龙啊 我小看了你就石大利的决心 醒来啊 石大利 石大利死了 玉灵没要回去 真想看看那家伙痛苦的样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大利 想起来 快想起来 你是天下第一玉灵师 我是 是大利 国人出不来吗 他 崇好 点了个丢走 主俩 下一个毕毒 迅加 五時間 红光 下一个刚刚 果然 不稍微 我的 你 魔将纠缠的英语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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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她 修为大损 弃弱有私啊 若再不救治 必死无疑 许德先生 请您救救我姐姐 我的俘虏 术法 全都是针对兄弟的 救不了精灵啊 天眼 开 润州城里全是古人 我们先离开这里 无上院哪个人来的 你们一直说的无上院 是仙人中的地方 并不是 记忆消除药剂和解毒药剂混合与水喷洒完成 正在清除血骨 时空事故目击者 请清除目击者记忆 九尾天狐 你们不是目击者 是偷渡者 不是的 蝙蝠魔将破坏各世界的因果秩序 我和姐姐为了保护主人才到这儿的 你们和蝙蝠魔将 本质上都是偷渡者 我会抹去你们的记忆 带回原来的世界 姐姐受了重伤 承受不住戒狱的力量 姓名 红罗 身份 偷渡者 九尾天狐 兵死 建议 清除记忆 留下标记 你跟我走 我知道无上院 有智商的特殊担药 先拿出来救活姐姐 否则我不走 这由不得你 这些事本就是你们监管不力 请测到制法者 受到威胁 威胁程度最低 解锁最低武力 什么 这 这是什么术法 雷法的滋味不好受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球 你做什么 如果我死在这里 你就无法修正各个世界的错误 你的下乘 肯定比我惨 你敢要挟执法者 想被关入时空禁闭室 承受轮回之苦吗 你要救活了姐姐 在审判的时候 我绝不会牵连你 你打算跟我私聊 我可以给丹药 但有些作用尚不明确 无上院执法者 潜自二三三号 因任务需要申请一枚九转金单 使用权限 为检测到执法者生命危险 申请驳回 强制执行 您的申请已经记录 给你半课中的时间处理事情 如果你再试图来这个世界 我会直接在戒狱长河里将你击杀 金金 再见了 大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ap 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拿着 一个月 多少 我会 Roman 刻 领 inn 我的 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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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本尊破坏 四亿云云新生 还有十一个 谁打定 本尊迟早会抓你回来 诶 客官 茶来了 小二 说书的怎么又没来 兴趣离开了吧 他们在干嘛 我们去那边 不知道 奇门断驾天书 能够找回多少记忆 石定天是你什么人 原来屋里的臭小子 是师兄的儿子 顶灵针也在他那儿 灵针 灵针 建议邪阵 越是双人 胜死 是吧 我是来降服兄灵的 难道是兄灵 篡改了记忆 万物生灵 乾坤一道 睡太久了 脑子都迷糊了 灵气波动正常 凶灵不在 你 你不是那个说书的吗 天眼 开 没大没小 那头熊灵呢 往哪儿去了 什么熊灵啊 臭说书的 你闯进小爷家 还想糊弄小爷 令灵针 两根 阴针是师兄 既存在我这儿的 现在 物归原主 能让臭老爹 教你口诀 你们俩关系 肯定不一般 虽然你有了灵力 但不能频繁 使用定灵针 你身体承受不住啊 灵力 说书的 师 师叔 你说 我有灵力了 之前 你强行用定灵针 催动经脉 误打误撞开了窍 没死 算你好运 师叔 你又吓唬我 我这几天 都没碰过定灵针 怎么催动啊 看来 臭小子的记忆 也被窜开了 师叔 你跟臭老爹 认识很久了吧 我跟师兄 就在你这个岁数相识的 那你知道 臭老爹去哪了吗 还有 你见过我娘吗 他们的行踪 我不清楚 我只能告诉你 你爹娘 都是绝顶人物 救命啊 救命啊 老天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被这小狐狸耍住啊 大力 快救我大爷呀 小狐狸 乖 能不能放开你脚下的臭老鼠啊 太臭了 一点也不好吃 你们御灵师一脉 果然生来就能跟精灵沟通啊 这小狐狸似乎不太对劲啊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武上愿 果然手段通天哪 师叔 你怎么了 大力 我们的记忆被人篡改过 即使靠着奇门遁甲天书 我也只想起了一部分 奇怪啊 不烫啊 这是青青姑娘 藏匿在定灵针上的信 只有你才能打开 青青 你自己看吧 我有事先走了 这么快 师叔 是的 你再跟我说说爹娘的事情呗 你再跟我说说爹娘的事情呗 我可以自己去寻找答案 大力 字好像飘出来了 你自己去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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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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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就一会儿 坐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牛人 你想做什么就直说 不要这样看着我 大力 你去龙曼学府缺钱吗 呃 不缺吧 还有一千两 一千两怎么够 你知道修炼多费钱吗 丹药伏兵不说 到了学府 总要给教席和同门带点见面礼吧 马呢 衣服呢 总不能穿一身破烂去龙曼学府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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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要不你再借我一些钱 等我学成了 一定还你 哎 这哪儿行啊 我觉得啊 你现在却一个能提供钱跟你一起去上学的人 可是 性上只咀嚼了我一个人 哎 戴个相依为命的书童怎么了 啊 要当我的书童进龙曼学府 自从拿到服兵之后 我发觉修炼者这个充满未知的角色 才是最好玩的 之前拍卖会的时候 你可是答应了一件事的 我答应的是牛老哥 老爹让我这么说的 唉 好吧 但我不能保证把你带进去啊 走 给咱们家石少爷置办一身好行头 是 这次 你负责路上的内务 是 少爷 哎 那个人怎么跟石大利有点像啊 怎么可能啊 石大利不是被薛大仙带走吗 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 哎 大仙咋就没看伤感啊 哪不比石大利那瘦竹强 信上说你救了全润州城的人 大家偏偏偏偏偏偏偏都没了记忆 你说谁会念着你的号 摄衣服累得慌 有情儿就是喜欢花钱买醉手 明像小伙子 一辈子 一辈子 ling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在看不下去 少爷 我还以为那些也是仙人呢 原来也就是些俗人 牛人 你别叫我少爷 我浑身不自在啊 这是扮演素养 况且赶了一天一夜的路 不能在这里功亏一篑 一只老鼠也敢上桌 我真是活腻歪了 有话好说 你先把菜刀放下 你别打他 这是我宠物 少爷 这老鼠贪吃 养着也不干净 是仓鼠 比老鼠可爱 不想死就赶紧笑 快跑 有野猪 快跑 有野猪 我的力量强了好多 大侠救我 没事吧 大力 大力 两位恩人 气宇轩昂 气度不凡 定是去龙脉学府的准仙人吧 一定是饿了吧 公子肯定能为龙脉学府选上 到那非来非去的人物 对了 我叫欧野剑皇 欧野是姓 欧野子你们知道吗 没听说过 你们刚入修炼之徒 不知道我祖上那位大人物 也情有可原 大人物 有多大 天下第一助剑大师 一顶一的大剑仙 够不够大 那你 那你 怎么还配个木剑 木剑也是剑 总有一天 我要挣一把当时第一的好剑回来 那你对修炼界的事情应该很熟悉了 这个你问我就对了 远的不说 就说咱们修炼界最强的三座学院 世间有三大学府 北江上京学宫 中原长安书院 南域龙脉学府 当今哪个学院最厉害啊 以前龙脉学府是这个 现在上京学宫独占凹头 龙脉学府连在后面吃灰的资格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 表面上来看 是龙脉学府没有新的年轻才俊冒头 而上京学宫和长安书院 都有后起之秀 独立风骚 其实 里面涉及到了天地灵气的走势变化 三座学府建在三条龙脉上 上京学宫占据北龙 长安书院占据中龙 龙脉学府占据南龙 按照家里老人们的说法 这一百年 北龙当兴 那你干嘛还到龙脉学府求学 该不会被上京学宫和长安书院拒绝了吧 啊 是不是这样啊 那是他们不识过 大力 小狐狸跑了 我去附近走走 小狐狸 你在哪里 小狐狸 你跑那里做什么 危险 快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 小狐狸 走火入魔了 别过来 不管是秦寨还是血寨 你找大力 老铁 你胡说什么 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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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见你一面 那有什么办法 能让你恢复吗 以你目前的实力 帮不到我什么 先进入龙脉学府提升实力 在不让吴上渊察觉的情况下 我也会尽可能地帮助你 吴上渊一直在监察我们 只有改变了历史进程 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不过那个执法者 迟早会回来 我等他来 请起高是好事 但吴上渊的实力 不是现在给你能够抗衡的 太阴之主圆满 龙脉学府将要开启 你做好准备 什么 这么快 等会儿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惊慌 薛德的那封信 会带你去龙脉学府的 怎么了 推荐信不进了 终于开始了 天门要开了 发生什么事了 龙脉学府大门要开了 刚才那条光龙 就是龙脉 爹 娘 剑皇定当 重振欧野家 龙脉学府大门要开了 龙脉学校 龙脉学校 告一报 木头 振药 豪 角 毫 写 喜 和 虽不能致 心意向往致 这剩仙事 在下福德何能 仁兄真是好运言 恭喜兄太 这些都是被学府选中的修炼之才 不一会儿我也要踏入修炼之道了 剑虹 你怎么确定龙脉学府会录取你 以前他们可以不选我 现在不行了 我手里有前辈的举荐信 龙脉学府若是拒绝我 便是博了前辈的面子 原来如此 想必大力手中的那封信也是 是 龙脉学科员 你怎么样了 灭教等 我听好了 我�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啊 你把握不住这个机会了 少爷 不对呀 难道那糟老头子骗我 少爷 还好 信 信还在 还好 信 信还在 太阴之力 对那头生出灵智的野猪也是大谱之物 除非有人惹怒他 否则不会轻易离开巢穴 是你引来的野猪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是准仙人 要有气度 大了人 偷了性 还想要气度 放开 不行 我一定要揍他 你要是错过这一次 就要再等一年 走 再说 小狐狸 时间来不及了 算你走运 大力 等等我 大力 等等我 少爷保重 少爷保重 少爷保重啊 好了 大力 你马上要成为龙脉学府的弟子 要注意风平 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 唉 要 要 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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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好兆头 我的灵力在外散 石大力你个败家子 举荐信是这么用的吗 老夫老夫的修为啊 自作自受啊 叫你四处宣扬石大力求学 被人钻了空子吧 龙脉学府大门看着近 没想到这么远 会不会来不及了 应该 难道有根前辈修为相连的举荐信 前辈 说是举荐信 那可是在消耗老前辈的修为啊 快去参加选拔吧 都要结束了 望远见皇 请问前辈 学府对学生品行 是否有要求 只要不是大奸大恶之徒 入了学府大门者 便是学府的学生了 快进去吧 多谢前辈告知 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一下你的过往经历 是 啊 这 土灵根 陈勇 根骨尚可 欠缺磨练 主 禀斑 少爷 慢点 小心太阶 书童竟比公子还像公子 各位同门 在下欧也见皇 幸会 幸会 欧也家 测试已经结束 你们来迟了 丁师叔 这里有封前辈的举奸信 举奸信 不知道是哪位前辈的后人 走后门的天字能有多好 也就近丙般 丁般 拿上来 喂 嗯 他们说的丙般 丁般 什么意思啊 哼 这是根据人的根骨和天赋 安排出来的等级 分为甲乙丙丁 啊 看一眼 根骨就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 未免也太草率了 哼 根骨和天赋 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 比如某个喜欢用拳头说话的 修炼一年 也许都抵不上人家修炼一天 哼 哼 哼 某个喜欢说闲话的 差点连命都没了 哼 哼 哼 抱歼 抱歼 拿稳 大力 又救了你一命 哼 说不定哪一天 他还要靠我这把剑呢 施大力 上台测试 啊 啊 秦秦 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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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力 根骨测试不过关 丁斑 丁斑 那不就是传说中的杂役斑吗 原来还以为至少是个饼斑呢 居然说我没灵力 薛德这家伙 应该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啊 果然不出所料 只会蛮力的家伙 哪有什么修炼天赋 各位同门 在下乃是欧野世家 第二十六代全孙 今日入得 找废话上去 欧野剑皇 接连被两座学府拒绝 想必天赋也好不到哪去 也许 他真的只差一个测试的机会 欧野剑皇 家世平平 资质平忠 废话还多 难成大器 丁斑 当我没说 黑幕 绝对是黑幕 你们这是在扼杀天才 我要求重测 既然龙脉学府 池塘小容不下你这位天才 本教习 现在就送你出去 开玩笑 则是公平公正 完全没问题 最后一个 从小不管怎么样 我好像都比其他人有情 师叔 是水灵根 还带着铜臭味 怎么样 分在你个班 跟你们一样啊 牛人 天赋尚渴 但自甘堕落 丁斑 完了 跟你们俩一个班 还在丁斑 丁斑很糟糕吗 糟糕 我偷顶啊 你要是觉得差 走就是了 所有人 立刻回起居院 喧哗着 直接编入丁板 知道有多差了吧 还是自己的衣服舒服啊 钉子搬起床 开始做早课 钉子搬起床 还是做早课 还是做早课 你们快点 别迟到了 丁斑袭很严格的 是昨晚那个测试的家伙 石大力呢 来了来了 石大力行动迟还 警告一次 我刚才就在旁边啊 警告两次 你 你 我是丁斑教习 丁李月 也就是在你们滚出 龙脉学府之前 都得在我手底下待着 在这里 你们只需要听我的话 现在按照顺序分成三组 一组去菜谱摘菜 二组去做早饭 三组打扫修炼场 不是做早课吗 为什么还要做杂事啊 石大力 警告三次 把早毛测一个月 怎么 不服气 也就是学府 会给你们一点 修炼的希望 要是我 早就把你们扔出去了 叫攀龙立柱 叫攀龙立柱 可以聚集龙脉中的灵气 工人修炼 离得越近 效果越好 更容易 觉醒灵翘 大力 吐纳天地灵气的时候 要与体内气息共振 这样 更容易觉醒灵翘 记住了吗 你怎么知道 我可是来自剑仙世家 那个丁斑的杂役 过来捏捏肩 来了 这里灵气浓郁 可以试试臭老爹的方法找灵翘啊 别过去 这跟盘龙立柱 陆师兄贴了符的 贴着符 就是他的了 谁允许你帮忙 把你的丧手打开 腐力 可没有规定 潘龙立柱 可以被人独占 你赢了 就归你 是 怎么可能 果然可以引导灵气 一个杂役 怎么会引用潘龙立柱的灵气 柱子 我可以用了吧 这家伙 不会再吸收灵气吧 你快放手 杂役班不能碰潘龙立柱的 大力小心 是乙班第一人李沫白 听说还没入学就觉醒了灵翘 刚才那一招飞仙行拿 可是运寒了灵力的 看来陆臣跟李沫白还差得远啊 陆臣 你没事吧 对铜门擅自动用束缚 封尽半身灵力无日 加安降格一般 不管女偶爷家有何缘 如果再坏 废出秀为出出去 吓死在这 灵力就够用了 丁班的人没有资格碰潘龙立柱 站在旁边也不行 府里上有哪条写着潘龙立柱之尊 你能碰 你可曾见过乞丐与王公贵族一起吃饭 之前没有 现在 我说有了 那你这个乞丐可以离开了 我说有了 对 你不想要 吃饭 我会给你 你不想要 你这样 我说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把你 那就看你有没有实力给我交 你穿过什么 是大力这个蛮子死定了 李莫白 你有点飘啊 这么欺负丁班 仗着学府里有几个前辈撑腰 连最基本的礼数都忘了吗 丁师叔 干得不错 就是实力差了些 还要握出手 丁师兄 青秋 石大力 他是甲班的 长老的弟子 以后见面 记得喊师叔 这位师叔性格不坏 不服 丁教席 小辈之间的切磋 怎么劳驾宁插手了 先生 一般秋教席 在学府里出了名的户端 大力 你要小心了 秋教席 李莫白挑衅同门 又以剑气攻击 按照负律 应该封闭灵力 惩戒三月 打过一次 学府历来鼓励竞争 只要不伤到性命 即使教习也不能干预 你也知道不能伤人性命 既然你担心 莫白会打死 那个小家伙 那就在半年后的 学府会舞 公平一战如何 输者 下跪道歉 这 胜败乃兵家常事 下跪又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要求的 丁教席 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要毁了 败者的心境呀 师大力 你行不行啊 我答应了 我就知道 大力 你 你乱说什么 这些事让丁教席处理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对决之约 算是形成了 真期待半年后的 那场精彩对决啊 丁教席 丘教席 你会补挂吗 不会 丁教席有何指向 看丘教席的脸色 我还以为 您已经算出 对决结果了 笑什么笑 丢人现眼 通知所有人 一课中之后 到练武场集合 迟到的人 等着挨鞭子吧 是 丁先生 算了 散了 散了 莫白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了修炼 先生放心 石大力对我而言 只是一块垫脚石 那个假扮的女子 恐怕才是你对石大力的真正心结 若你真的不痛快 下个月就有机会让她吃些苦头 下月 学府将要举行山岭试炼 弟子明白了 但你不能伤石大力性命 否则 我也保不住你 可惜了 你们错过了石大力和李莫白定下的半年之约 真想看看那帮天才的脸色 别说了 别说了 你们别看丁先生不说人话 但还正护着咱们 就从这一点 叫一声丁先生也不亏 是吧 石大力 丁先生 你们听得很开心吗 都给我站好 知道丁班的外号吗 雪大力 你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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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月就是学府的山林试炼 你们有这样的觉悟 也能少死点人 这也太吓人了吧 要不要这么狠啊 听说学府山林里有很多凶兽啊 丁丁先生 我要求加大训练量 我也是 这是对我也是 对我也是 一人一根木桩 要么手烂 要么木桩烂 一个时辰后 不会带药来看你们的 石大力 训练加倍 除了试炼 你还要对付李虎白 这点训练量远远不够 这丁班是不是疯了 听说丁教席把山林试炼的事情 提前透露给了丁班 丁教席也是 是 修炼不靠冥想参悟 竟然打木桩 打一个月能有什么提升啊 哈哈哈哈 好痛 好痛啊 打这么多有什么用啊 gros 铁管 丁onna 为什么要坚持下去 挟倔 你的天赋 很难达到天师基 先生都没有放弃我 我又有什么利用自己 去 打得软绵绵的 你们要是能把木桩打断 明天我带你们去大殿旁听 听说这次是玄机先生讲课 很多在外的师兄都回来了 那是玄机先生的课百年难遇 先生这位置也太偏了 咱们能不能靠近一些 每个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做错了有你苦头吃的 有些人总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有些人总是想要癞蛤蟆吃天鹅肉 大力 请不要侮辱癞蛤蟆 找死 你知道这次讲课的玄机先生吗 当然 说起来玄机老先生和我欧野家 也有些渊人 早年有幸拜见过 真的假的 真的 玄机先生来了 诸位早 见过玄机先生 见过玄机先生 诶 无尹 你又骗我 玄机先生是女的 今日是入府新生第一课 不谈机礼 只说一说修炼各境划分 以及灵俏之事 修炼境界的划分 我们早就知道了 还有什么好讲的 这种入门课程 让教习讲便是 何必劳烦玄机先生 这基础修炼课程 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这次咱们肯定受益匪浅 如果各位感觉我今日所讲的太过粗浅 也可以现在离开 免得耽误时间 竟然留下 若再有人交头接耳 本君便将他丢出去 修炼久静 如人登山 层层都是不一样的风光 修炼之徒便如人探寻自我 身处迷雾 普通人无法亏得奥秘 而一旦从过往中 目的自身 觉醒能翘 便是踏入了第一镜 知徒 开始探寻自我方向 第二镜为闻道 初闻大道 掌握了一些术法 原来是这样 第三镜为通幽 即通幽懒胜 真正地踏入了修行界 第四镜为大征 可欲弃欲剑 借物飞行 不过 此境界凶险万分 不进则退 喂 喂 你要撞上了 达到五镜天师镜 便能遨游九霄 斩妖除魔 学府大部分教习 都在这一镜 大家不要觉得 教习很强 他们才走到了半山腰 第六镜圣王 强调修炼本心 至于第七镜不争 第八镜先王 第九镜无名之镜 就不多说了 这三镜的每一人 其实都已经占据了 一座山头 看的角度不一样 风景 便不一样 哇 还有第九镜啊 境界讲完了 咱们再谈谈灵俏 自身天赋和感悟 会影响觉醒灵俏的属性 这一点要注意 本军 还有一套 与学府不同的 觉醒法门 诸位可以试试 学府修炼之法 感知天地灵气 调整气息 与之共振 顺应天地大势 本军之法 则是吐纳天地灵气 让周围的天地灵气 跟随自己共振 玄机先生的修炼之法 为什么与臭老爹的这么像 玄机先生 学府从不认同您的吐纳法 您不应该再次传法 学生也认为 此法不适合我们 想要控制天地灵气共振 需要堪比第一镜的肉身 未免舍本求末了 灵力才是根本 秋鹤年 苏老顽固派你们来的 继续 为什么丹田里什么都没有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大力 成功了 我成功了 雪原季先生 您这么一法 真有用 我绝静灵翘了 恭喜 是金灵根 但你忘了 不能说话的规矩 你替本军证明了土纳法 便不把你扔出去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除了飞出去那人 先生再无人觉醒灵翘 玄机先生的秘法 恐怕不适合我们 这只是玄机先生的一种假设 或者 那小子另有机缘 也说不定 石大力 你觉得玄机先生的修炼之法 如何 当然好了 那可是 玄机先生的独门秘法 那就好 对了 今天你们俩的清扫任务 还没有完成 不要忘了 看来我的确是天才 石大力 你求我 本金黄便传你 绝省灵翘的诀窍 皮又痒了 现在 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拿来试试 来的好 一拳能打你三个 我不服 再来 你们两个打扫一天 还这么有活力 很好 地震了 地震了 快 快 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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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 你们要打扫学府 哪就用晚上的时间来补课 一课中内 所有人 倒练无常 又练哪 历界以来的山林式练中 丁般死伤最动 几乎折损一半 只有尽快觉醒灵翘 你们才有自保之力 可是先生 丙般都不一定能在一月内 全部觉醒灵翘 更何况我们 欧夜剑皇 给大家展示一下 得力 欧夜 什么时候觉醒灵翘的 昨天打殿内 兄弟们 咱这天赋 绝对不比假扮差 废话少说 玄机先生的图纳法 需要强大的体魄作为基础 欧夜剑皇 你练剑多久了 六岁练剑 十二年间 共挥剑三百块资 正是欧夜剑皇 还算结实的体魄 才让他一次 就觉醒了灵翘 可是先生 史达利的体魄 比我更强 他却没有觉醒 石达利根古古怪 不能以常理肚致 接下来 你们一个月的目标 就是打熬肉身 用土纳法 觉醒灵翘 是 开始吧 先长跑练俗 石达利 欧夜剑皇 体力好 加倍 再是全装练手 石达利 欧夜剑皇 加倍 按照我给的血啸点 锤链挺破 谁打的轻额 我来帮他 大力 下手轻点 快点 别打了 别打了 药狱里 放了体魄丹 能够修复机体 提升体魄强度 抓紧西州 牛人不错呀 快看牛人 土纳法真的可行 原先 我还有些怀疑呢 牛人天赋较强 你们想要成功 还得辛苦磨练 是 是 是 什么事 丁先生 我没觉醒灵测 但有灵力了 我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 测试时 我只一削前辈所托 才故意贬低你 收入丁本 这件事 你不要告诉其他人 我会找玄机先生帮忙 多谢先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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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休息去喽 丁先生 我的灵鳅 大力 耐心等待即可 今晚 怎么在这里训练 去就是了 废话这么 这 要不是打不过你 小爷真想揍你一顿 丁先生 今天怎么在这 丁先生 是 是 是 有 吴 今晚 嗯 有 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事半功倍 你觉醒的是一把小剑 五行属金 这招飞剑术 看好 你小子搞事是不是 无妨 只要多加练习 飞剑的准头和力道 都能提升 多谢玄机先生赐教 五行属木之人 我将你们一门蝉藤树 这 这是 玄兵甲 有点意思 赤燕绝 最后 去炎刺 这五门树发 重在配合 你们只剩一天的时间琢磨 是 玄机先生 甲班和乙班 想要在试炼中获得大机缘 彼此难以合作 但你们不一样 你们只有一个目标 活下去 活下去 这次 试炼石大力作为班长 有没有意义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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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大力留下 其他人去练习术法 丁先生 你不能只给石大力开小灶啊 丁领月说你有灵气 却没觉醒灵翘 请问玄机先生 我该怎么办 刚才那五门树法 你来掩饰一门 若你无法施展树法 又如何证明你有灵力 请接上指教 两夕亲河 难道是双生敏感 我细情河 五灵感 玄机先生 我的灵力跟五种术法都契合 但 但田内空空如也 没有觉醒任何灵巧 我倒是听过一些妖灵声来便与大道契合 可以同时掌握五种力量 但神力修炼者 我从没有见过 没有灵巧 其他血巧正常 这身体 玄机先生 您看出了什么 关于灵巧的秘密 你不要跟其他人提起 那我的身体 你 当实力不足以保守秘密的时候 同样也会给你带来灾难 好色珍重 好 那我究竟要多强 才能解开灵巧的秘密 大力 玄机先生 是不是给你开小灶了 有没有给你保密灵灵啊 没有 不可能啊 不把我当兄弟 咱们什么时候成兄弟了 要不 先把你偷信的事情摆着摆着清楚 去 小气鬼 这么快 又一个月忘了 欧野 小狐狸呢 跑出去了吧 嗯 嗯 应该躲在高处 吸收太阴之力 陈勇 陈勇 你我曾同在陈瑶先手地下求学 山林失恋的合作 我选择了你 对你我 都有力 我知道的 但学府那边 我自有分寸 谁 大胆妖灵 竟敢潜入龙脉学府 偷使月华 茅山弟子 眼力不错 陈勇 帮我略阵 这只妖灵资质不错 我要收服他 嗯 嗯 去 哈哈哈 樱淮稻草 克制魂体 你如此畏惧 应该是魂魄出了问题 哼 巨人刺 哼 清竹扶妖阵 啊 红罗 应该没问题吧 哈哈哈哈 撑一扎兽 这就是 你会茅山学的授法 真厉害啊 哼哼 你也比求学的时候 长进了很多 哈哈哈哈 这只妖灵 已经化醒 不先跟学府汇报吗 嗯 学府可能会处死他 哼 小心 竹黄烟散 气射虚邪 驱散魂 是 若非茅山术法 针对魂魄 我不一定能够降服 这只妖灵啊 嗯 稍等 我先与这只妖灵 签订契约 天清地灵 灵魂一转 弟子陆臣 用茅山祖师势力 卖请各方神灵 降服服妖 陈腾兽 玉燕 还有其他妖灵 不可能 这绝对是正眼法 是真的 到底是谁 快走 歐 幻灵怎么会用青竹府妖阵 那不是幻灵 嗯 难道是幻灵的主人 那人 金木双灵跟青河 很有可能是假扮的天才 假扮的天才 他直接出来讨药 我们也不敢阻拦啊 哼 那家伙以轨道御灵 学父不会容忍 他也不敢表明身份 那今晚 互不干涉 好不容易蛊惑陈勇 跟陆臣在这儿见面 陆臣却连个驱赏魂魄的狐狸都收拾不了 哼哼 就是 主人 干脆 让我们吃了他们 那个茅山小修 真可是大补啊 要是茅山传人 和陈瑶仙弟子离奇失踪 肯定会引起学府怀疑 不要坏了大事 明天山林试炼 不许吃的太多 不多 九七八个 我也不多 吃五个 你们这是要吃掉一个斑哪 应该安全了 差点连累了尊主大人 要不是为了救我 你也不会 这是红罗分内之事 对了尊主大人 您之前使用了青竹扶妖阵 是觉醒了梦象灵俏吗 五行术法 我基本看过就能学会 但是 没有觉醒灵俏 没有灵俏 您不是在润州城 就有灵力吗 对了 未来时空的我 也这样吗 尊主大人那个时候 已经是一名御灵师 用的都是御灵师术法 所以我并不确定 您是否对五行亲和 御灵师 还有独有的术法 就像定灵针 是您这一脉独有的灵气 不过时空线 已经被蝙蝠魔将改变 我也不确定未来的走向 还请您多加小心 尤其是要当心 青秋 不会吧 为什么要提防他 因为那个世界的辱脉学府 没有他 也许你不知道呢 龙脉学府每一个天才人物 都是有数的 即便中途夭折 也不会济济无名 也许 希望 我会正如你所说的那般 希望 我会正如你所说的那般 大力 大力 我来背树香 山林失恋 路途崎岖 你这小身子 受不了 胖子 山林失恋 就跟在本剑皇身边 保你不会出事 那先谢过欧眼少侠 咱们班那两个还没觉醒的 害怕成这样 丁班他们有人觉醒啊 一个个 这么轻松 横竖又为凶兽了 开心点是胃 不开心也是胃嘛 哼 教习他们来了 苏长老 新的试炼规则做了些修改 老夫宣布一下 一共三天狩猎时间 学府会根据你们 在试炼中获得的天才地宝 兄灵圆丹等有价值的东西排名 若乙班胜了甲班 乙班便获得甲班所有的修炼资源 包括住所 直到下一次试炼 甲班战胜乙班为止 苏长老 如果丁班胜过了丙班 丙班是不是也要给我们断茶倒水 打扫卫生啊 哈哈哈哈 没错 终于可以不用每天早起 给他们做饭刷碗了 哎呀想想还有点不好意思 丁班的辛苦了 说的好像已经赢了一样 有些人总喜欢白日做梦 都给老子闭嘴 那开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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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备战 怎么就我挂在了树上 剑皇 大家还以为刚进来就遇到了凶兽 凶兽从来都是不声不响 绕到猎物身后的 大力 看你这么求学若渴 这些知识我肯定都教给你们 古野 你躲开 蚩大力 你发什么疯 有两颗远的 相当于文道锦 喜欢破坏伤员 是兄弟 咱们运气这么差 逃跑就真的没命了 别忘了丁先生的嘱咐 大胆兄弟 吃本大爷一见 吃个白痴 大力 快救我呀 扛不住了 大家三个 先用巨岩石阻拦巨马 再用蝉壳树尽快把卧椰捞出来 蝉壳树 蝉壳树 我知道你要测试团队配合 但剑皇现在会不会太危险了 放心 欧爷不会出事的 巨岩石 跑了跑了 快救我 哪个蠢货故意害本大爷的 剑皇小心 我去前面 莱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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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帝 你是双铃杆 树衣兄弟斩破 木可生 用吃岩蛟和蝉藤树 看准了葬 却滚 大帝 控不住了 其他人或退 牛人随时准备支援 石大猎 你又想做什么 欧眼 用飞剑术 对准军猛头上的元丹 我 你吃干分哪 你在上面试试 大家调度灵力 准备支援 是 怎么总是追着我呀 对 对 对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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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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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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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欧野 加强版飞剑术 小长眼 五皇 我堂堂楼眼下的传人 什么没见过 最后一招很厉害 不是藏着报复我吧 本天才为剑而生 仅仅加强的飞剑术 就让你害怕了 你就知道玄机先生 给你开小灶了 大帝 建皇 这次咱们收获大了 这个是有两颗 越南的凶灵啊 这么大一条巨猛凶灵 我们带不走 这种事情问我就对了 像我这种从小 跟天才地宝 打交道的世家弟子 蛇类死而不将 快离开 驯马还没去 可惜了 这一头凶灵 抵得上半天的收获呀 老铁 别睡了 睡你个头 本大爷差点吓死 你能不能找到那条巨猛 不找 两根向掌 三根 成交 大力 你跟老鼠嘀咕什么 别废话 快跟上 这次 再闯出什么奇怪的洞穴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座山林的气味太复杂了 那条蟒要到处挖血 我能怎么办 要不是老铁乱闯啊 咱们不一定这么快遇到其他兄领 拿到这两颗知徒镜的元丹 起上战斗后 大家配合得愈发娴熟了 是蝎子 老铁 进退不许 肯定还有大的 在下面 侯爷 过来 巨猛没找到 又来了一个闻道尽的兄领 出来了 加强版飞剑术 不过如此 都吃过亏了 还不着急 大力 大力 今天的收获超出预估啊 三天后 饼班就该跟我们换位置了 该轮到他们端茶倒水了 还有 洗脑倒水了 还有洗菜 做菜 做饭 捏尖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修炼之人 修炼之人 最重要的 还是要客气 你看 以德夫人多好 大力 你那座青竹阵法 叫什么呀 能不能教我 不能 大家又不是对你养耗子有意见 拿出来喂就好了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没话找话 有意思吗 那个 谢谢啊 下午你又救了我一命 我觉得 什么人 出来 请就是说 大半夜的 不要人下人好吧 你怎么发现的 我明明用了隐匿七夕的术法 直觉 很厉害 今晚 谁来守夜 腰好疼 得去休息了 我得整理今天的收获 大力 今晚辛苦你了 下班的学词 都是单独行动的吗 谁都不想寄人被夺 倒是你 真的要带着丁班一起行动吗 丁班实力孱弱 我们分头行动 活不下来 以你的实力 单独行动没有问题 过于了 我找到一处藏宝地 需要一个可以合作的人 我对秘宝 没什么兴趣 真没兴趣 真没兴趣 只要得到那处藏宝地十分之一的机缘 丁班就可以稳稳压下丙班 你也会被学府长老关注 丁班学子实力有限 抛下他们 跟害死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我是丁班班长 职责就是把他们安全地带回去 不可能 身临失恋 甲班都有过伤我 受伤可以 别死人 最好也别残废 所以就不去藏宝地了 如果顺路的话 星秋师叔不如先跟我们同行 等到了藏宝地附近 再自行决定 你是想戴一个护身符吧 怎么会 你想多了 剑系寒霜 这招大征镜的术法 你刚入通幽境 就有了七八分火候 无愧于天才之谜 我很期待明天的山林试炼 这次山林试炼地点 距离学府不远 更加不能轻举妄斗 那家伙 为什么次次这么好远 拿去吧 先生 不是不让我动手吗 我是叫你不要亲自动手 可曾说过 不让你动手 恒山有一头通幽境巅峰的凶陵 是恒山众多凶兽的首领 这瓶子里的东西 可以令他发狂 先生高明 石大利绝对逃脱不了 这头发狂的凶陵 莫白 你也不要太过接近 是 先生 请瞧 等石大利死在那头凶陵手下 我就会来救你的 还是被修出来了 我个闻道紧的兄弟 不挡路 我可以救你 我可以救你 死 不 我可以救你 我可以救你 这家伙在破镜 不可能是 进去了这条兄连 除了是大力 还会死很多人 要是放出兄连 青秋也会有危险的 要放弃吗 石大力 一定要死 石大力 不要 狗狗 清秋 我要去救清秋 不然他会没命那 成功了 惯死了 我要吃东西 我要吃喝酒 怕什么 处的变相伏兵和令独白山上的法宝 其他的都用的 引起剑灵注意怎么办 走 附近有一套暗击兄弟 心里的肚子 对 心里的肚子 不然呢 一两个人都笨不够吃 哼 说得好像也吃过人一样 哼 说得你也把菜吃过一样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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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所有人准备战斗 准备个头啊 看动静 就是高阶凶林暴走 引发了寿潮 再不走 我们都得死 现在不好 是会死得更快 大力 我们怎么挡得住寿潮 我们是不是 要死在这里了 赶快建立防御阵地 还有放手一搏的机会 大力 我们该怎么做 巨岩刺 制造防守屏障 铲藤树 减缓凶兽的速度 牛人 你们把玄冰甲的效果 附在岩石上 这书人一直跟着我们 别管 继续 我来 我来 别分心 相信大力 巨岩刺继续 把前面空地铺满 牛人 凶兽快来了 木喜兄弟 发动灵效天赋 尽你们所能 自己周围树木生长 牛人 我做什么 你得给我这个天才 安排一下 呃 前面撞上了 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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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手突然暴动 丙班折损两人 陆辰 我们的合作不能再继续了 你要毁约 嗯 我们合作的前提是不影响丙班在失恋中的成绩 这个我倒是能帮忙 但丙班也得付出一点代价 好 只要不让丙班沦为杂役班 我就单独陪你走一趟藏宝地 小勇 放轻松 丁班那帮人虽然不知道怎么都觉醒了灵俏 但凶兽暴动他们又能收获多少 石大利他们主定是杂役班 等我们收拾战场的时候 这得多少颗圆丹啊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凶手 石大利 细续加固屏障 这是第一波冲击 还有 大驾灵力可能不够了 巨像 有巨像冲来了 那是闻道尖的牛像 不管是牛还是大象 再不赶紧想办法 我们都要被踩成肉饼了 侯爷 该你上场了 我 石大利 你想让我去送死啊 你我用飞剑术 配合赤炎诀 把前方树木点燃 你疯了 火刻金 不知道吗 你怎么不把赤炎诀 套在玄冰甲上 凶兽未救火焰 只要飞剑带上火星 就可以点燃了封 火点起来 至少有一半的可能活下来 可是凶兽一火 我会发狂的呀 所以时机很重要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在第二次寿巢尾声的时候 只是计划 利用火海 挡住第三波 甚至第四波寿巢 牛人 地面交给你指挥 嗯 胖队 你们两个火系 配合我 好 去银刺 蝉藤树继续施展 能力耗尽前 谁都不准停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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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派 这比较变点 如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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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外边 怎么也有近百头凶兽了吧 超过饼般 绰绰有余啊 嗯 瞧你这点出息 今晚的收获加上后面两天 说不定 能赶上乙班 所有人开始互撤 越远越好 大力 怎么了 喂喂 是大力 大家辛苦一晚上 什么都不拿 就走 那你也得有命拿 啊 啊 怎么回事 那 啊 来了 你们能跑多远跑多远 牛人 之后你负责指挥钉板 我拖住兄弟 这 我们走 你 就这样走吗 石大力怎么办 我们在 只会拖累大力 石大力 我 带上书香 少顾好老铁和小狐狸 别拖牛人的后腿 别忘了 你还要真心欧眼试驾 你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快滚 以你的实力 完全可以趁着兄林 袭击其他人的时候逃离 那你又为什么不走 哼 那就是守护藏宝帝的司机凶林犬神军 跟我合作如何 说不定 能摸进藏宝帝活下来 我是那头凶林的诱饵 合作的前提 你就是互相信任 星球 小心 先走 别忘了 还有振兮欧眼试驾 不行 不能把石大力留在那边 你回去只会连累大力 牛人 我们不该抛下大力和青秋逃跑的 你回去只会连累大力 大家的安全也很重要 大猎又救了米娘 说不定哪一天 他还要靠我这把剑呢 我得回去帮他 用木剑称什么呢 这把伏兵菜刀拿着 再给你套层玄兵甲 大猎的嘱托 我是一定要完成的 如果你能活着回来 青石牙之士 一笔勾销 那得等本剑皇回来 我们走 我来帮你 不可 好大力 好大力 这 这还是人吗 难怪主人 叫人不要招惹史大利 还好我没有对他们班的人趁火打劫 不然啊 要被史大利损成12467块 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是12345678 就是一头猪也会数数了吧 反正 竟然很多很多罐嘛 看你还想不想吃史大利班上的那个胖子 不想了 再也不想了 他怎么会 新竹抚妖阵 新秋 快走 拖着这头羞灵 你怎么能破清如扶摇阵 该死了 夺冰鼠机 刻着墨西青竹 你拿着开路 我去帮史大利 你不要做傻事 你打不过全神军的 要不是用不了空间戒指 要不是舍不得那股力量 小小的听着傅妖阵 又算得了什么 青九 快跟我走 全神军快要突破了天师计了 你们打不过的 凶手暴动 是你干的 不是 我 清秋 清秋 李莫白来了 那个在徐府外被我们蛊惑过的欧野剑皇爷来了 再蛊惑他们一次 交给李莫白好了 对对对 我们去其他人去 偷偷默默地练了这么久 似乎有用吧 天地一剑 谁 谁 谁都刺不出来 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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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快 假的 九尾天虎 跟青鸡红萝一样 青鸣怎么能进龙脉学府修炼 逼我报了本体 罪不可输 皇上 天师记 还在青鸡线之上 逼我 啊 醒了 欧爷醒了 欧爷 大力去哪儿了 还有青秋姑娘呢 那头兄林呢 你 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呀 凶兽朝节说好 我们回来只找到了你 大力和青秋都不见了 老铁也找不到他们 是大力和青秋不见了 你也不知道 我就记得和那头兄林撞了一下 然后就昏过去了 奇怪了 这附近没有那头兄林离去的脚印 他们怎么就不见了 接下来两天 我们就在附近找大力他们 失恋也得进行 大家顺手猎杀凶兽 昨天晚上死了这么多凶兽 一点战力品都没有 怎么可能 袁德安按人同分配 石大力和青秋的那一份 我先保管 这有多少 可以超过一般吗 可能还差不少 不过 打败饼班 绰绰有余 大力会没事的 整个润州城 就属他 命最硬了 秦秋姑娘 这里有些不对劲 我们还是出去养生吧 不用 这就是我要找的谷月国藏宝地 那头犬神军是守护精灵 我们沐达奥庄跟着进来了 就是这一方小城 古月王抽干谷月国的天地灵气 只为封锁一城 想要造就长生不老之地 那谷月国的修炼者 没了灵气修行 罪而一代不如一代 而后被大量覆灭 秦秋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找宝藏当然得调查清楚了 我只要内部自称方遂世界的阵法 其他的都可以给你 这样子 你会不会有些吃亏啊 除了那阵法 这里最值钱的 就是这些远古经过的天地灵气 比学府的灵气还要浓郁 那待在这里修炼 在这封天地 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 吸收天地灵气 若是一直留在这里 顶尖强者也受不住 那你的狐形态 算顶尖强者吗 毕竟我们在合作 我总得问清楚 比玄机低闪一些 现在我是人形 没有一次狐仙形态 人形修为就会大损 那你为什么还要重修人形 天地灵气藏于学窍 人类身上学窍远超过精灵 你们先天不如精灵 但后天修炼的上限 远远超过我们 如果有精灵的天赋 和人类的身躯 那将会是最完美的修炼者 你是为了突破精灵建制 才到龙脉水斧的 算是人形之一 我来对付他 你身体太虚弱了 承受不住狐仙的力量 怎么这么倒霉 受到重伤还没有挽过来 又遇到这两个傻星 既然受了重伤还没缓过来 就不要强撑着了 你能听懂我的话 听得懂啊 只要不杀本神君 都好说好说 我要这束方寸世界的法阵 不行 本神君的职责 就是守护这方世界 法阵肯定不能给 一会儿你抓后腿 我抓前腿 我记得你 CF 不能给你 我记得对你 你现在给我 我先奏 我先奏 我在一会儿 也可以 大概是 努力 我先奏 小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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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先去看法阵 别激动别激动 是那本书 之前 它就是这样对付我的 史丹丽快闪开 这些幻象打不完的 要消除幻象 还是得要找到那本书 输在哪儿 这怎么着啊 冲过去啊 本神针能修得到 我彻底下 史丹丽 不停了 爹 你 巨尘君 巨们 再找 我再找 这人找到破树 我终于抓到你了 石大力 你冷静下来 你的意识混乱了 以我的实力 是能在怒气状态清醒一段时间 你怎么唤醒我呢 明神觉 要学吗 当然 那这个法证更晚了 没问题啊 本来就说好了大 你个傻子 最值钱的就是这本书 你们商量好就行了 本神君没意见 但本神君有个条件 手下败将还想谈条件 没有本神君 你们能逮住这本书吗 本神君就是想要自由身 很过分吗 当年你犯下大罪 被古恶国国师镇压在这手部千年 这么简单就把你放了 难道不过分 想要自由很简单 跟随我们百年 一百年 那还有什么劲 不干 不干 最多 最多侍奉你们十年 不能再多了 好 那就十年 这里可以用法宝 这是试文石 如果因为不遵守诺言 发生什么事情 我可不负责 到头来还是被坑了 本神君是说乐意至极乐意至极 别折腾了 就你还想逃出本神君爪下 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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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破书来着 遇灵天书 对对对 遇灵天书 我怎么好像听臭老爹提起过 绽然有点正确 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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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兄 你这么下 苏长老肯定要占先手了 哎呀 说了说了 姚仙 关其不语 真君子 我又不是长安书院的 哪是什么君子啊 刚才你要是听我的 早赢了 陈姚仙 既然你棋树如此高潮 来跟我手谈鸡决 别 与其被拖到棋盘里 还不如操控我的灵力 你既然知道我与苏长老对异 灵力消耗巨大 还来喋喋不休 丁玲月和秋何年都不讲话 我只好跟着你们唠坑嘛 你静下来 我就担心我禀般的娃娃们 哈哈哈哈 嗯 出什么事了 主人 恒山爆发大规模寿潮 是否提前终止山林失恋 山林失恋 从没发生过受潮的呀 什么原因 低头接近天师镜的凶灵意外苏醒暴走 引发凶手大范围暴动 具体原因不小 各班情况如何 下班轻伤一人 但有一人下落不明 是谁 青秋 已班轻伤三人 一人重伤 丙班死两人 伤六人 其中两人重伤 死两人 怎么可能 山林失恋结束 你自然知道我所言真假 青秋 丁班无一人重伤 做得还 还真不错 丁班 一个人都没死 怎么可能 丁班的落地点 是那头凶灵暴走的必经之路 难道莫白出事了 丁班也有一人失踪 谁 石大利 苏长老 请允许我前往恒山搜救石大利 我以人格担保 绝对不会插手山林失恋 请苏长老允许 山林失恋 生死有命 主人 还有一事 山林失恋范围内的法宝 几乎都失去了作用 这也是重大伤亡的原因之一 您看 失恋继续进行 结束后 彻查此事 你没事吧 不疼啊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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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熬了 你们快拦住他 石大利 石大利到我身后 我来降服他 跑路也不看着点 哎呀 松不复 啊 玉灵天叔 居然主动选择了你 那我想办法把天叔给你 咱们说好了的 我绝不失言 哎呀 这不是你想给就能给的 既然天叔选择了你 谁也拿不走 那这本书 有什么用处 哎 这本书用处可大了 尊主大人 你叫我什么 哎 尊主大人哪 这十年 您就是本身军的玉灵师了 我知道玉灵师 你就说 这本书有什么用 这玉灵天叔 是玉灵师专属法宝 可以容纳契约的玉灵 咱这本 品阶最高 对您契约的精灵 没有数量限制 难道传说有误 这真的只是一件玉灵法宝 青秋 你在找什么 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的方孙法阵吗 不就是他吗 之前我听说的法阵核心 是可以装下整座 青秋山的 青秋山 你知道叫青青的狐狸吗 据我所知 没有叫这个名字的 你会不会记漏了 也是 毕竟我出来很久了 为什么要搬走青秋山 青秋山出事了吗 人类对青秋山的干扰 已经无法让狐族正常生活 我想分离青秋山 让人类与精灵各自生活 互不干扰 玉灵天书可以做到吗 当然可以 整个房村世界 其实都在书中 只要您心念一动 都可以收进这玉灵天书中 真成功了 青秋 事关重大 我要回去商量一番 而且你现在的实力 也不足以分割出青秋山 先出去再说 也不知道待了多久 山林试炼可能结束了 好嘞 尊重大人 我们走 本神君最讨厌待在这里了 连个能说话的都没有 用雷说要带你出去 你蹦打个什么劲 什么都没有 陆陈 你是不是去做了 不可能 凶兽暴动 洞窟里没有一头凶兽 肯定有人接足先登 引发了受王震动 接下来怎么办 山林试炼要结束了 先回去 有能力来这里的学子 就这么几个 陆陈 青秋 我会找到你的 走了 走了 主人叫我们在这里 结束史大利吗 史大利人吗 嗯 来了 他来了 前面就人哭了 试炼都快结束了 史大利和青秋到底哪儿去了 就是啊 刚才老铁这么激动 肯定在附近 这俩人不会丢下我们跑了吧 瞎说什么 青秋看得上史大利 别闹了 前面就是狼哭了 大家警惕起来 嗯 大利 大利 你在哪儿 嗯 他们好多人 我们要不要先跑 跑什么跑 主人就要来 我们是来蓝石大利 快步着平照 这个张连法最多撑一刻钟 怎么样打不过史大利 还是帮跑吧 哦 你等是不是 我 这么 老铁夫 我有鱼子吗 有本子 鸡夫是大利 是两个 是什么东西啊 嗯 这是天地清准二气 凝聚而成的混沌精灵 星星 就像小孩 如果你能与他们签订灵气 吸收灵气的速度 至少提升一倍 哦 这可是很稀有的成长性精灵吗 啊 石大利 我们主人让你在这里等他 呃 有主人了 你们主人是谁 哈哈 他是天下无敌 神灰感事的 主人 石大利 这两个精灵有问题 脑子也不太好使 我们还是先出去 嗯 嗯 没杀不住 怎么办 石大利 这人静静不知知法器 受死吧 啊 好疼啊 小家伙 别挡路 我们果然不知是大利的对手 啊 除了啊 嗯 海 Cameron 嗯 嗯 嗯 我要 山 river 太炙热了 我们又见你了 你认识他 哦 我想起来了 我见过你 你却不曾见过我 无所谓了 反正你都是样子 石大利 青秋 你们在的话支个山 是牛人欧野他们 不必担心本座会横生之血 本座只是想杀了你而已 大利 你们在哪 你到底是谁 你死了再告诉我 小心 我跟他在哪 生命都相当煞 群聚 我忍不住 群聚 在哪 咱们 在哪 在哪 好 就这样 就你这样 是怎么打败蝙蝠魔将的 神魔将 我可不是蝙蝠魔将 那个妃 别把本座和他相提并论 进去 叔叔 好卑鄙 卑鄙 这个词 本座很喜欢 放开他 你确定 他要实在燃烧百年修为 变成狐狮 说不定人心 带着灯回来 怕你能感谢我 真可怜 你这个 我散 你这个 我散 总算给了本座一点惊喜 不过也到此为止了 本座名号 幽冥 你记住了 西大利身上有学府印起 你要是杀了他 肯定会进入四位剑林 学士君 听得懂吧 我会信吗 不信 试试 那便试试 好壮观啊 就是啊 不用担心 剑弃会接他们回来的 是 山林试炼已经结束 等会儿见起就来接我们 你还不走 你以为你们走得掉吗 我们在这里 到时候龙脉学府只会认为 你们师父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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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 锁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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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敢耍我 灵力泄露 龙脉学府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里 暴露了位置又如何 四柄仙剑已经回去复命 等他们来了 你们早死 你也逃不掉 可笑 今日十定天来了 也保不住你 你也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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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劲啊 剑气怎么没把石大利接回来 对啊 就是就是 你们再仔细看看 大利和青秋 是不是在别的飞剑上 只要还活着的 都会被飞剑带出来 大利会不会 别瞎说 嗯 石大利这个祸害 命硬得很 也许和青秋 被分到前面的甲班去了 嗯 大家小心 什么情况 这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两个班在一块了 对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太奇怪 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会不会是飞回去接大利他们呀 石大利 哪会值得一柄仙剑 耗费灵力去接 领埋的人死就死了 这种天赋 缺服多的是 你怎么打人呢 狗嘴里吐不住象牙 牛人 你想挑事 怕你不成 牛人 连你都动手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嘿 飞剑上 术法禁绝 你们最好下了飞剑再打 那感情好啊 多谢剑林前辈的告知 受搏 可是我们的专长啊 哎 你说什么啊 伤啊 伤啊 伤是他们 谁啊 哎 过来啊 我打 我打 是不是 石大利 你又别回来 有名魔将 收 大利 你困不住他的 爱本座进去 切断你与御灵天书的联系 再慢慢联网 大利 不要怪我 有些事 父亲只能做 不能躲 那就毁了御灵天书 与时俱焚 尊主大人 你要想清楚啊 本座觉得 还是先杀了你比较好 嗯 嗯 是两位 血凝术 放 这盏的真术 能让先前发挥更大的变化 是生是死 就看你的悟性了 剑兽 怎么可能 现龄前辈 快封住他的神魂 史黛利 你会被人天术 压制他的黑白凌厉 是生日快封住他的神魂 大力 快 趁机封与混沌精灵 他们在保护幽冥魔杖的神魂 混沌精灵 收 你们休息啊 还是让他跑了 下次来了该怎么办 他受了重伤 短时间内不会再来 你身上的锁魂术怎么办 锁魂术时间有限 只要承担他的反噬效果 就能化解 那就好 多谢剑灵前辈相救 我先带你们回龙脉学府 龙脉学府 传说中人族修炼者的最高学府 本神君也可以去吗 这次受朝的罪魁祸首 就是你 剑灵明察 受朝并非本神君的意愿 而是被人下药了 全神君的双眼中 的确还残留着 药物作用的血丝 此事龙脉学府会彻查 既然你已经是石大利的御灵 当了学府后 不可擅自离开御灵天书 好嘞 尊主大人不召唤 本神君也不出来 四狗 马上就走了 你上哪儿去啊 本神君去拿家当啊 攒了这么多年的宝贝 终于可以高价卖出了 转弯喽 转弯喽 青秋 嗯 犬神君坐镇恒山这么久 肯定藏了不少宝贝吧 当然 这次战利品 说不定 能跟乙般比一比 学子们快到了吧 到了 陈臣君 单单进了没 这还需要提醒吗 发财的事从不用别人说 挺成的吧 过来帮你 没事的 尊主大人 本神君背得动 我来我来 毕竟是我的家底 这 这不是本神君的吗 你都是我的 你的家底 不也是我的吗 不能这样算的呀 尊主大人 你给本神君留一点吧 再不上来 我们就走了啊 等等本神君 等等本神君 看 太棒了 太棒了 尊主大人 本神君最喜欢这把剑了 行吧 君子不夺人所好 那我就收下这把了 这把 这把也不行 这是金属性 水属性 跟火属性的三项伏兵 不太符合尊主大人的灵根 说好了 你只拿三分之一的 我没有你两把 已经很讲道理了 能给你这把 石大力还未到大征镜 怎么可以御剑了 当然是靠本神君的天刚剑 主要还是石大力领悟了苏长老的御剑术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融会贯通 天赋的确精致 御 原来大征镜御剑 是这种感觉啊 以后有了御剑术的加持 回润州城都方便了 等你突破大征镜 就算没有这把伏兵 也能御剑飞行了 我一定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大征镜 你的灵力还不够你一路御剑或学服 先上来吧 快到了再显摆 说的也是 回 也不知道牛人他们怎么样了 来了 快准备好丹药 他们快要回来了 是 是 今年怎么回事 受伤的人这么多 先生 青秋没有与我会合 失踪了 此事我已知晓 这次战果如何 稳守敌 干得不错 丁先生 丁先生我们回来了 我们班的人怎么样了 伤亡情况如何 我们都活着回来了 还没给你丢人 好 石大利还没回来 石大利和青秋姑娘 一起失踪了 我们找遍失恋地 也没有找到 恒山里能威胁到青秋的部毒 你们不要担心 也许他们有了什么体育 那就好 这伤是新的 怎么回事 路上遇到凶灵了 没什么大事 就是和一般打了一架 这怎么可能 你们跟一字班的实力差距 我是知道的 我们在飞剑上干了一架 飞剑上不能用竖法 咱们占了大便宜啊 我们竖法可能比不上他们 但身体素质好啊 丁先生 平时没看到 那些个乙班人 平时人模狗样 咱们班的人一拳下去 挖了就哭了 那酸爽 丘先生 丁兹班趁我们不能在飞剑上用竖法 偷袭我们 丁班的人往过门规 对对同门下狠手 请先生严惩 都是误会 可以解释 学府历来鼓励竞争 只要不伤到性命 即使教习也不能干预 这可是当初秋先生说过的 嗯 嗯 丁丽月 你们班的人 你管不管 你不管 我帮你管 我平时都怎么教你们的 要团结 尤其是别班的学词 偷往的就消云歪了 还不快跟乙班道歉 嗯 已经班前提消乙班道歉 我们不该把你们纠犯这么狠 对不起 对不起 一班学子被丁班揍了 不会吧 一班学子修为几乎比丁班高出一镜的 丁丽月 你以为道歉就算完了吧 那你就去学府高层闹 让所有人都知道一班被我们丁班揍了 只要你丢得起这个脸 我们甘愿受罚 平丽月 你给我等着 一会儿比战利品的时候 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首先祝贺大家平安归来 修真者们 相信山林试炼 已经让你们认识到了修炼之路的血腥与残酷 天赋再高 也会折戟沉沙 试炼后 自然有你们应得的奖励 接下来 汇总各班战利品 多宝塔格会自动计算战利品的价值 以亮起的层数来决定各班排名 投名班级除了折算的攻击点 还能得到额外奖励 最后一名战利品全部充公 且没有任何奖励 没有奖励 还有这是谁干 怎么这样 还要上就战利品 就是啊 而且最后一名不是白干活了吗 牛人 苏长老啥意思啊 什么攻击点 不知道 攻击点 就是为学府做贡献折算成的点数 可以用来兑换修炼资源 除了每月固定发放的攻击点 你们可以从攻击司领取任务 完成后就能获得攻击点 苏长老的意思 就是学院不会再白白养着我们了 以后要么勤工俭学 要么烧钱修炼 最后的班级没有攻击点 虽说能用银子兑换 但基本上没人愿意 这次如果能赢下饼班 你们每周每人能分到十点攻击点 修炼基本够用了 那要是赢下一班呢 一班是五十点攻击点 甲班是一百点 甲班这么强 还送这么多资源 太不公平了 就是 强者欲强 弱者欲弱 这才是修炼界的常态 不过这次我们收获不俗 赢过饼班是没问题的 赢了甲班又如何 大力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这家伙命大得很 你放心 这次试炼甲班才败了两个人 他怎么一个人就这么多 赢树炼甲班木系最强者 大正经 浑身的藤蔓就是他的武器和暗器 还拥有强悍的自我恢复能力 在失恋地里 他更是如鱼得水 战利品即使独占凹头 也不奇怪 我还听说啊 赢树炼在甲班内部比试的时候 凭借木系治疗术 让另一名甲班学子用术法 轰了整整一刻中 毫发无力 还聊呢 到你们了 你们看 丁班又要出来丢人现眼了 这次有兽巢 他们恐怕连药草都没踩到 那个 不要与人是非 宋柯 你是丁班的还是乙班的 丁兄啊 这次丁班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哪 我也吓了一跳 这怎么可能 丁班这群废物怎么会有这么多元丹 要不是为了抵挡兽 来不及捡元丹 假班都不一定是我们的对手 他们真的挡住了兽巢 但为什么只伤了这些人 石大力和青丘又去哪了 就凭你们也能抵挡兽巢 也不怕吹破了牛皮 也许欧野剑皇说的是真的 我看这些元丹 就是你们运气好 从兽巢中死去凶兽的身上捡到的 咱们还剩何切些比较好 就知道你们不服气 看结果定输赢 怎么会 宝塔是不是出问题了 还以为要沦为末尾了 牛皮吹得震天响 一扎就破 我们就算是捡了寿巢的楼 也只到第三层 丙班怎么可能 本次战利品计算的结果为 甲班五层 乙班四层 丙班三层八格 丁班三层 欧野 我觉得不对劲 你看乙班的战利品 只比丙班多出来一点点 两个班未免太接近了 是啊 丙班的战利品 怎么都跟乙班差不多了 难道他们串通起来对付我们 这个王八蛋 看我怎么揍他 牛人你放开我 你冷静一点 呃 欧野金黄 大笔还未结束 岂容易放肆 丁李月 你们班的学生脾气可真是大呀 他们敢在剑林面前偷袭 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陆陈 你说什么 大家都是龙脉学府学子 应该互敬互爱啊 给我回去 他们 学府有学府的规矩 我们的战利品确实没有他们多 即便对手作弊 我们也只能认载 但是 学生没咽得下这口气 我丁李月咽不下 哦 如何 你还要同我决斗不成 你们这又是何必呢 一次失谅而已 不要伤了和气嘛 陈妖仙 你和秋和年勾结 现在装什么好人 丁李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丁班的战利品不是每次都是最少吗 我们丙班第三 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好说的 动手吧 我才不屑跟你做什么义气之争 怕是你不敢吧 丁李月 你欺人太甚 你们急什么 你们急什么 我的第四把剑 不是还没回来吗 快看 哦 大力怎么会遇见啊 不可能 就石大力那家伙 此次受潮危险重重 回来就好 清秋啊 你可是有什么奇遇 快放到多宝阁中 没有 没有 丁班可还有补教的战利品 丙班和乙班的差距怎么这么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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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 嗯 大力 算了吧 嗯 你能够回来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嗯 就是 剑还是留着吧 放进去也是白送给学府 嗯 好 我有战利品要上交 好 就一把破剑 难道还能超过丙班不成 这把剑加上去 如果你们丁班能超过丙班 我就吃了这把剑 你倒是快把剑放上去啊 死狗的宝物 总有些价值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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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层零一尺七寸 这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 死狗还算靠谱 大力你亏了 没事 反正这把剑也是捡来的 亏了 啊 就叫你不要白送学府啊 不过丁班转篮 此次试炼 一定要进入藏宝地 难道 他去了藏宝地 我们一般有人作弊 我要求重新计算一般的战略品数量 嗯 我要举报的人 就是他 陆陈 啊 啥情况啊 我也不清楚 静观其变吧 该不会是输了比试 开始豁咬了吧 你说我作弊 证据在哪里 我能作证 我用乙班班长的身份证明 陆陈在试炼期间 勾结丙班班长陈勇 交易战利品 李莫白 你血口喷人 你 哼 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其他人都可以作证 我可以作证 是陆陈和丙班的陈勇勾结 我也可以作证 他把我们的战利品分给了丙班 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是要这么点 好好 你们过河拆桥是吧 好 算你们狠 什么过河拆桥 本来就是你利用保管战利品之变 串通丙班作弊 难道我一个人就能完成所有事吗 你 你们 还有你 李莫白 你们统统都默认了 李莫白你想要实大理难堪 你们想要丁班永无翻身之日 你们都同意了 当时我不在场 并不知情 诸位 这件事虽然是陆陈 是陆陈做的 但是我们同班求学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才是啊 他一人做事一人当 现在还拖累我们整个乙班 就应该把战利品都要回来 长老 请将陆陈私自借出的战利品还给一班 看来一丙两班之间有什么交易 现在一班输了 想把陆陈推出去顶罪 叫他们算计我们 报应来了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你们都知道 为什么之前计算战利品的时候 没有提出异议 学府有学府的规矩 这一次山林试炼的成绩 以多宝塔隔层数为准 至于一丙两班作弊行为 自有学府律法司查明 是是 长老 为什么一把平平无奇的长剑 具有看比好几百颗二阶元丹的价值啊 放肆 还不先丢人吗 回去 嗯 这是一把天师镜的伏兵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一把天师镜的伏兵 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 这 这次山林试炼 第一名为甲班 第二名为丁班 第三名为乙班 第四名为丙班 丁班享有乙班的所有权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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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务者可以上宿 但若再弄虚作假 学府绝不姑息 原本指望着把陆尘推出去 换一个绝地翻盘 结果 哈哈哈哈 头进不成十八米 怎么这么心灾乐火啊 是不是不太好啊 这次山林试炼到此结束 都回去休息吧 为了对付我这个大敌 李莫白他们还真是费了不少心思 啊 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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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什么呀 石大利这家伙 什么时候和清秋姑娘这么亲密了 清秋 你在等我吗 我先回甲班了 这次受潮可能跟李莫白有关 他一贯好生逗狠 你要小心 知道了 给赎回来 我同意 你们在讨论什么呢 没什么 没什么 真没什么 给 走 一起回去 你先回 我们还有事 有事 有事 来 你说你 一冲动就把那么之前的飞剑 都扔出去了 现在输回来 那有两倍价值的东西 你会不会算账啊 真是仇死本神君了 我是班长啊 能让丁班杨梅吐气 比我得了天大的机缘还高兴 再说了 两倍就两倍 总有赎回来的时候 你先弄把更好的剑给我用用 那把三系术法 加成了仙剑就很不错 没有了 那把天罡剑就是最好的了 死老鼠 本神君的八宝镜 本神君的宝贝啊 你就不管管 不就是一面小镜子吗 明天再给你买一面 不要这么小气 什么小镜子 这可是八宝镜 被这只死老鼠 本大爷救老铁 老铁 不对 死老鼠连元丹都没有 怎么可能啃碎我通幽镜的宝镜 本大爷牙口好 什么破宝贝 一咬就碎 还有 不许再叫我死老鼠 臭狗 你说谁是臭狗 臭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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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怎么都来了 自然是给大力班长 送惊喜啊 向前前 这是我们全班 送给你的礼物 你们怎么把这剑 这把剑要四百多个元丹吧 你们的奖励怎么办 大力 大家主动找到我 放弃自己的攻击点 帮你换回了这把剑 他们本来是要我偷偷塞给你的 我就说 男子汉大丈夫 你们做的又不是亏心事 大家这才把名字都写上去了 你若是不喜欢皮质剑鞘 就收起来 换别的剑鞘也可以 我很喜欢这剑鞘 我会一直带着它 这是我醒来后 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干什么这么伤感 为了庆祝你平安归来 也为了庆祝我们丁班扬眉吐气 我们决定 开一个庆祝会 在下曾扮演过顶级厨师 冰镇牛排了解一下 火球树烤肉 这个我最在行了 学奥姆探吗 我们木系管告 你们要吃土吗 我们也管告 诸位 多谢了 丹丽 客气什么 就是啊 班长你这样 我们可是一点都不习惯呢 这种事你也知道啊 就是 就是这个人才 快过来看 那个火球树烤肉再来饭 没想到做的不错啊 你这个再烤一下 再烤一下 再拿点蜡蜡就好了 来 看 是大力 我是不会认输的 都一个月啊 丁班每天只知道修炼 真的不会报复我们吗 是啊 我这一个月都没睡好 做梦都是丁班使唤我的样子 反正 他们要是敢羞辱我 我就退学 他们还是人吗 天天这么练 一般也承受不住吧 反正他们问起来 你一口咬死不知道 就说战利品是陆尘赠予的 有我在 律法司也拿你没办法 班长 你说句话呀 石大力你小子果然厉害 熬鹰一样熬着丁班 他们都快撑不住了 石大力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给句痛快话 我们想怎么样 自然是以牙还牙 你们不要太欺负人了 过分又如何 不过是把你们当初做的 回报到你们身上而已 怎么 当初敢做 现在不敢当了 班长 要不算了吧 他们人多 胆小鬼 欺软怕硬 是可杀 不可辱 你们要动手 我奉陪到底 谁要和你打 你们一直肆无忌惮 欺负我们班 虽然我很想让你们也体会一下那种感觉 但我是这样的人吗 班长 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石大力 他们之前这么欺负我们 你就算了 我不同意 我也不终于 你们知道什么啊 臭老爹告诉我 世人棒你 激你 笑你 你休管他 你若是越在意 他们便越得意 我也同意大力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那样做了 和当初的饼板又有什么区别 你说是不是 侯爷 好吧好吧 看在你们的面子上 我饶他们一马 我觉得 大力说得对 那 那我也同意 看 看我干嘛 下午还有训练 别忘了 还愣着干嘛 好不容易能抱着叛龙柱修炼 不抓紧时间 玄机先生 您常说实力 要有与之相配的德行 要看一看孩子们的德行 现在您觉得满意吗 他们从最底层的钉板 跃到以前乙班的位置 却依旧不骄不躁 算是通过我的第一重考验了 因为这些孩子 在试炼中的出色表现 学府高层已经决定 重启我的修炼方法 不再仅仅使用冥想法 培养学生 算是帮我争了很大的面子 我会向院长提议 除甲班以外 上交战利品最多的识人 获得正殿临选的机会 有机会直接被正殿先生指导 就算是教习 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啊 我只负责提议 至于他们能不能被正殿的 老家伙们看中 就看他们的造吧 那 那您就不先内定几个 上次山林试炼 大家表现不错 学府决定 除甲班外 以丙丁三班上交战利品 前十名的学员 可获得正殿临选的机会 还以为会奖励一点攻击点呢 套正殿里拽上一圈有什么意思啊 还不如给攻击点实在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机会有多难得 先生 大家都不知道正殿临选是什么 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我们的力量 来源于哪座学校 这还用说 当然是灵俏了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其他学校 也可能隐藏着我们不知道的力量 修炼者们为什么在同一境界的情况下 还会有强有弱 谁能回答我 就跟力气一样 有人练得多就大 练得少就小 说对了一部分 但修行者的强弱很大一部分 都取决于他们觉醒和修炼的学窍 学府每位正殿先生 至少觉醒了一处独特的学窍 拥有不同的觉气 如能进入正殿临选 他们会传授你们觉醒学窍的方法 甚至启发你们 创造自己的觉技 先生 那越早修炼学窍 拥有自己的觉技 是否对日后的注意就越大 没错 学窍和觉技是会随着你们一起成长的 越早修炼潜力越大 若非看到你们身上振兴学府的潜力 苏长老根本不会同意这样的奖励 先生 虽然我是欧野世家的剑道天才 但振兴龙脉学府的担子 未免也太重了 我说石大利 谁说你了 距离灵选还有一周时间 大家不要携带修炼 下午的训练量再多加一倍 啊 丁先生也太狠了 一般都不这么练 我要好好吃一顿补回来 清秋师叔 清秋师叔 欧野 你这规剑的方法有用吗 按照我说的做 绝对没错 保证你炼成 比我差那么一点的剑线 炼剑只是辅助 成为御灵师才是我的目标 正殿临选也快要开始了 我们得尽快提升实力 星秋 你找我 有点事要说 有空吗 时候也不早了 我请客吃饭 咱们边吃边说 好 石大利 见者有份 人家话前月下的 你去凑什么热闹啊 大家一起吧 嗯 嘿嘿 嘿嘿 谢谢大家 牛老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真有你的 牛老板 这么有钱 那以后我天天都要来 要吃最好的酒楼 没问题 请 那几个穷鬼还真以为自己一飞冲天了 秦秋师叔还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 真丢假般的脸 别说了 秦秋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师叔 不能在背后议论 哼 有什么不能说的 秦秋和丁班那些人天天混在一起 谁知道是不是勾搭上了石大利 没准丁班的成绩都是他帮忙作弊得来的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的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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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班的人 赵树岩 赵树岩疯了 救命啊 赵兄 我们一同求学 可至于下次狠手 你们乙班算什么东西 还敢在背后说假班的是非 宋柯 你打不过他的 快走 我同学一场 我不会丢下你的 赵树岩强的礼物 宋柯是精细 金克木却反过来被他给压制了 不过那宋柯倒是挺讲义气的 之前大笔结束 也是他为我们说话 只是一般的人都喜欢叫他冤大头 不知道宋柯怎么想的 还护着一番那群家伙 这次是我们不好 但就算我们说了假班和 青秋师输两句 赵树岩也不能动手啊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哼 住手 施大力 再打下去 整条街都要被你拆了 这可都是牛人的产业 你赔得起吗 施大力 这是我们和赵树岩之间的误会 你插手 只会连累你 既然是误会 解释清楚就好了 难道假班就能随意欺压学子 破坏街道 逃脱律法的追究吗 师叔教训小辈弟子天经地义 就算学府知道了又如何 我 救命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坚持多久 宋哥 都自身难保了 还有功夫管别人 本剑仙 在此 赵树颜你少校长 行秋 你和石大力思乡授受 把甲班的脸都丢尽了 你不配做甲班的班长 配不配 不是你说了算 我说姓赵的 石像的就快点滚 省得一会儿把你打得屁滚尿流 明明是你把甲班的脸丢尽了 小心 石大力 青秋 你们给我等着 你们没事吧 宋柯多谢各位相助 谢什么 应该的 你明明知道他们不对 为什么还要出头 也许是想当大侠的正义感 宋柯 你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难道大力兄以前的梦想 也是做一个大侠 坏了 石大力 你赶着投胎啊 来呀大力 一起晒月亮呀 心真大呀 你们下次别这么明目张胆 别人看见了怎么办 我给这里施了隐匿的术法 没事的 尊主大人上山时 气息稳定年长 看来这段时间竟不神速 对了 上月你一直没出来吸收月华 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在设练的时候 拿到了这个 玉灵天书 妈呀 吓死本山君了 臭狗 你跑出来干嘛 是不是几天没揍你 疲痒了 哪来这么美的精灵 怎么也不让本人去认识一下 妈呀 就会跳 瞧你这么一出息的样子 这本玉灵天书 是等级最高的玉灵法宝 若结下契约在里面修炼 会大大提升我的恢复速度 红罗 你是说 缔结契约吧 尊主大人 但你已经是另一个我的玉灵了 还能和我签认契约吗 之前我的魂魄 消散了大部分 相当于死过一次 自动解除了契约 执法者给我留下的标记 算是在这个世界 塑造了一个新身份 好 禁告天地山川 五行九要诸神灵 禁告天地山川 五行九要诸神灵 九尾天虎红罗 人族御灵师石大力 愿与石大力结下灵气 成为伙伴 愿与红罗结下灵气 成为伙伴 不离不弃 生死相随 如为此事 愿遭众生共愤 天地同志 村主大人 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 红罗 进书里来 你也进去 不要啊 里面好无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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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尘儿 你在学府受苦了 爹 我只是出不了心里这口气 他们凭什么推我出去 明明都默认了 要不是爹派人来求情 我可能 这次 我给陆家丢人了 爹 你骂我吧 尘儿 你觉得心起难平才是应该的 我为何要骂你 你不是我爹 爹不会这么说的 摩先生 你把我爹怎么了 陆晨 我万灵门虽与你陆家分数正邪了道 但世代交好 你应该叫我一声叔叔才是 魔术 嘿 师兄不愤你在学府的遭遇 已经和我们万灵门全面合作了 啊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就能帮你 上次是爹的嘱托 我才帮你寻找藏宝之地 不是听命于你 怎么 还自诩名门阵道 要清高一世吗 所谓的邪道不过是正道强行放在我们头上的灭城 你们正道难道没有龌龊事 陆家和欧野家明真暗道上百年 不是这样的 你就真想被欧野剑皇 骑在头上 让那些低贱的人 踩你一辈子 不会的 你闭嘴 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说法 凭什么让我当妻子一样 还有石大力 李莫白 欧野剑皇 我要把他们偷偷踩在脚下 这才是陆家少主该有的样子 我答应你 需要我做什么 时机成熟 你自然会知道 一群废物 废物也排在你们班前面 那你们岂不是连废物都不如 就是 别 莫白 毕竟都是同时 你跟他们客气什么 哎呀 宋科别说了 我们高攀不上李大天才 只能跟青秋同桌吃个饭 跟青秋吃饭 没错 青秋可是天天来找大力 花前月下 你浓我浓 闭嘴 好了 我少说两句 石大力 学生 学生 陈勇 禀班位置在那边 哦 哎呀 受苏长老之托 今日 我为大家讲解正殿临选的流程 这次的临选之地是正殿先生使用的试炼场 对你们来说危险和机缘并存 当然 遇到生命危险会被自动传送出来 此外 试炼中获得的宝物都不用上交 若被正殿先生看中 也会被传送离开 哦 那规则呢 跟山林试炼一样 总得有个规则吧 自由组队 自由战斗 耶 清清 我一定会学生绝技 等我 但是不能伤人性命 否则 你们将面临学府最严厉的惩罚 好了 时候不早了 都进试炼场吧 之后一切 各凭本事 明天这个时候 我们会来接大家 兵班同学的伤药 喝已经准备好了 管够 这是某种转体骨字 门上应该是伤字 在扒门中 伤属胸位 大猎 我怎么觉得毛毛的 谭云 你们身后是什么字 是什么呀 是死字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了 有东西 他在凑我 不是叫你别乱跑吗 你真是吓死了 会不会有灰险呢 什么东西 石大猎 你怎么跑到这种鬼地方来 好了 还是先把试炼场的门道搞清楚吧 你们看 一群蠢 在八门经锁阵里乱来 死到临头了 还不自知 李莫白 你想打架 大正经 不过本天才不跟你一般见识 班长 你说这是上古十大阵之一的八门经锁阵 我们不是来参加政殿临选的吗 怎么把我们丢进八门经锁阵了 这是学府给我们的第一道考验 你这般为首为武 活该没有机缘 一辈子在别人身后吃灰 搞得你有办法通过一样 前三连 坤六段 阵阳鱼 更复还 前三连 坤六段 阵阳鱼 更复还 阵阳鱼 阵阳鱼 是我 这哪里是什么奖励啊 显直就是受罪 既然破不了八门经锁阵 那就闯进去 学府总不会要了我们的命 我们还有机会 八门者 开 修 升 三门大吉 井门小吉 若只想安全通过 进这四门就行了 但门的位置在不断变化 李莫白为什么能这么肯定升门的位置 他应该是知道了其中变化的规律 救我 救我 原来是这样啊 牛人家里不会是做大生意的 脑子就是灵活 但下个字出现在哪扇门 我们无法确定 这就要涉及到天宫八卦的算法 这 牛人哪 应该是被镇殿先生看中 传送离开了 镇殿先生怎么想的 居然不选根谷境界风度 都远胜牛人的本天才 至少也要等到牛人把算法说出来 石大利 你笨哪 这些上古阵法 你书里那两头老家伙肯定知道怎么过 红罗 你在吗 尊主大人 有事吗 你知道八门金锁镇吗 自然 虽然破坏不了 但指引尊主大人安全通过还是没问题的 有办法了 陈勇 和我们一起行动吧 我 不行 谁知道他会不会捣乱 放心 有我在 亮他也不敢动什么手脚 我一定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按照牛人说的 八门金锁镇会按照时间的推移产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只需推算出现在的时辰 结合八卦算出方位 就能知道门的位置 但是时间是流逝的 推算出生门的方位之后 我们动作一定要快 否则很容易误闯别的门 你尽管放心 本天才的速度 非剑都赶不上 前三连 坤六段 阵阳鱼 可不安 离中虚 就是现在 石大利呢 他不会是进错门了吧 也许是被传送到其他地方了 我们先向前走 没准会遇到他 石大利 你不是进的身门吗 怎么会这样 本大爷又被吹走呢 老爹 我的妈呀 快进御灵篇书 好强啊 灵篇 天罡剑会帮你吸收一部分能量 开个拐弯 这么起门 还给你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臭老鼠叫我出来 就为了这几道剑气 臭狗 你再说一遍 这八门金锁镇也太过分了吧 这么灵力的剑气 谁能接得住啊 尊主大人 神功盖世 不就接住了吗 那是 全神军 出去之后 你拿些灵药出来给我用用 那什么我修炼去了 这 这 小心 他有四镜实力 四镜 你吹吧 你挡得住 早就听说禀班陈友 在防御一道伤不弱于贾班弟子 如今看来传言不假 那可不能他一个人显摆 郑定先生还在看呢 躲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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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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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下 就 就出局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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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快退 不好 居然是会自行吸收灵气的高界宝物 这就是臭老爹说的 卧服相依吗 乌尹 乌尹 宋柯他们人呢 为什么正殿先生不选我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可是正宗的大征镜傀儡 极难炼制 不过也就看起来强 两下都挨不住 要我说呀 宋柯他们绝对不如我 后面一定还有更好的机缘在等着我 炮队 你快跑 我来拦住他 炮队 义亲啊 叫你跑你还真跑啊 炮队 多谢老公爷 我一定会给你买最好的烧药 这次亏大了 炮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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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 炮队 炮 stew 炮事 炮队 来的好 两个我也照差不 好机会 天刚剑 快要别拆了 顾奶奶家底的要被你拆光了 这是我的战利品 左 右 横辉 下嫂 来啊 抢我战利品在先 还敢挑衅我 怎么可能 为什么你能看清我的招数 就你个通幽静 小屁孩儿的招数都看不穿 岂不是砸我的招牌 你 你一个人 居然敢拆我三个傀儡 要不是我拦着 你是不是还打算拆第四个呀 你知不知道 整个八门金锁镇 一共才八个亏了呀 知道姑奶奶我修好一个 要花多少功夫吗 你是正殿先生 不然呢 有这么小的正殿先生吗 天才 天才的发色见过没 我出生就是武静了 十四岁当正殿先生 有什么不对 拿来 把小姨小儿还给我 可丁先生说过 试炼中获得的宝物 都不用上交啊 我说不算就不算 你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 你别哭啊 你一个正殿先生怎么跟小孩子似的 这样吧 你把小姨小儿还给我 我带你去秘境修炼两年 我是来提醒你两件事情 第一 如果正殿先生 邀请你去他的秘境修炼 你最好不要答应 第二 如果他们要你展示全身的学窍 你绝对不要答应 不行 我不能跟你去秘境修炼 行吧行吧 那你把小姨小儿还给我 我教你一招绝技 这总可以了吧 你一个大男人 还要和我这小姑娘 讨价还价吗 学不学 好吧 苏承风 你干什么 他是我带过来的人 石大力落下来的时候 先接了我的剑气 然后才遇到你的傀儡 怎么也要讲个先来后到吧 反正这个人我要定了 我是你是说 你不许和我抢 那也要让石大力自己决定吧 你竟然对学子动用秘术 你竟然对学子动用秘术 我刚才老夫测试了你的根骨 发现你是难得一剑的剑道奇才 而且你又学过我的御剑术 做老夫的弟子如何 少君修炼的是绝技是心酸 对你好无用处 你要是用傀儡和他换才是亏大了 可是 我的绝技未列当事前十 待我帮你选取一个最适合修炼剑道的学校 就可温养一柄 本命飞剑 婆婆妈妈的 你说 到底该谁学 苏长老 我不能成为您的弟子 你学了我的绝技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你当真不要 您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我觉得 欧野剑皇更适合做您的弟子 这小子还真有意思啊 自己不要还想送给别人 苏长老 他是欧野家后人 又痴迷剑道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他迫切想要变强的心情 他嘴上不说 却总是在晚上偷偷练剑 您只要愿意传授 他一定不辜负您的苦心 也罢 收徒强求不得 欧野剑皇我会考虑的 希望你别后悔 少君 你个一百四十多岁的老太婆 可别再当小姑娘骗人了 你 你个老不死的 我可是你师叔 我失败了 夫主 他不肯展示周深的学窍 秘书也无法亏弹 他的灵气运行状况 石大利身上秘密很多 除非他自己展示身体内的学窍 否则就算是我们 也看不到真实情况 这不是玄机一句 石定天的儿子就能解释的 山林失恋之事 你们调查的如何了 是幽冥魔将插了手 来的只是幽冥魔将的神魂 由剑林和玉林天书帮忙镇压 这小子没什么问题 石定天的封印恐怕有变 玉林天书又被解封 石大利和黑龙帝尊 夫主 我觉得石大利不是霍乱之人 他身心正直 有股同盟之疑放弃绝技 他 好了 退下吧 是 算你小子聪明 跟苏老头能有什么出现 到我手底下 你就是我的开山大弟子 我的绝技也不用看学窍 你大可放心 可是 我不能跟你去秘境修炼 好吧好吧 你只要把小一小二还给我 你竟爱去不去 我来还想让你帮我收两年 剑玉长河 我好去拉一拉 少君先生 您说的修炼秘境 难道是剑玉长河 没有 你听错了 我根本没有说那四个字 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要是被五少爷那些家伙知道 我说了我嘴就惨了 无上愿 喂 你倒是赶紧同意啊 我改变主意之后 你就没机会了 我用这两个傀儡 换一个剑玉长河的问题 不行 那无上愿呢 行不行 只能问一个 我怎么才能找到无上愿 无上愿是管理剑玉长河的组织 从来没有人找到过他们 只有各个平行世界出世了 他们才会出来 好了 你问完了 还给我 先生 那我告达了 那我告辞了 石大猎 你回来 绝技不学了 那天的时间都过去一半了 怎么还没有正殿先生选中我啊 本天才这么耀眼 他们看不到吗 欧野同学 你在嘀咕什么 苏长老 我什么都没说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把你周身的学窍展示给我看看 我准备传授你一招绝技 师父在上 守地子一拜 我只说传你绝技 没说收你为徒 也就是说 其实您并没有看中我的天赋啊 您就真的一点也看不上我吗 真要说的话 还是有一点的 你随时随地爆棚的自信 还真是异于常人 怎么样 跟我学比跟着苏老头好太多了 对吧 多谢先生指点 记住了 你可是我的开山大弟子 出去必须要光耀师门 我倒要看看 谁敢再说我的绝技鸡类 师大猎 光耀师门 记住了 看来是临选结束了 怎么回事 不用担心 嗨 嗨 如何 可有什么机缘 我遇见一位正殿先生 传授我硬化皮肤的绝技 皮肤可以变得坚硬如同铠甲 进可攻 退可守 牛人 你被那位正殿先生指点了 你的绝技是什么 厉害吗 他是位水泄清河的修炼者 没露出容貌 我答应等我六镜之后 替他镇守寒冰禁滴两年 他便教了我一招 点水成冰的绝技 我这招点水成冰 可以把所有水元素转化为冰 攻我驱使 那你岂不是对所有水系术法 都免疫了 那简直无敌了 我这招对于境界高于我的人来说 效果甚为 那也很无敌了好不好 统境界所有水系术法免疫 宋科 如何 学生得了一位精细正殿先生的绝技 那位先生名叫开阳 开阳先生 好啊 好啊 丁兄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机缘越好 出来的自然越晚 玄机先生 先生 你是受丁先生的嘱托来指点我的 我是来见你的 丁领越可是对你寄予厚望 好了 时间紧迫 把你的定灵针拿出来 我给你演示一遍 我已将此地隔绝 任何人都不能窥探 你尽管放心 定灵神针 速速归位 你是 你父亲是我的大师兄 那薛德 二师兄 为什么薛德从来没有说过 他还有一个师妹 他这个父亲汉 见我都不敢 还敢告诉你吗 先生 我不知道你和薛德师叔的关系 不提父亲汉了 大力 这些年 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 三百年前的一战 师兄瞒着我们把你也封印了 我们不仅没了师兄和你母亲的下落 也找不到你 你什么时候醒的 肯定吃了很多苦 没事的师叔 我现在很好啊 怎么会没事 三百年的光阴流逝 物是人非 大力 不要怪我 有些事 父亲只能坐 不能躲 爹 不要 这是哪儿啊 这是哪儿啊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怎么睡在外面 从没见过 都让开 蛇哥来了 是蛇哥 不是死了吧 大哥 没死 他又醒了 爹 你真臭小子 娘 那不哥哥生病了吗 快走 回家去 臭鸟 放开本大爷 大鹅 小丁 青灵 好 喂 前面的 你给我站住 臭小子 是不是你弄死了我们老大的鹰 没死 砸晕了 我说死了就是死了 我这头鹰可是名种 你得赔钱 赔个三五百两吧 鹰没死 我也没钱 打了我的鹰还想跑 给我打 这么恨 让你恨 从下面钻过去 我就放过你 你怎么还嘴硬 小哥 我叫老板说 卖他个面子 是可而止 鹰的钱 拍卖行会给你送去 好 我就给你们拍卖行一个面子 走 喂 你没事吧 本大爷就是 域 啊 预云尸 预云尸 老板 解决了 有意思的人 走吧 欢迎下次再来 哪儿来的脚花子 走开 怎么是你 是你 看来你也很久没吃过东西了 看在你救了本大爷的份上 跟我来吧 玉灵气纹 我们节气了 这事情要从你救了我说起 你是说不小心碰了我的血 就成了我的七月精灵 今天真倒霉 本大爷不仅被迎追 还莫名其妙地跟你结了七月 你恐怕是第一个 丢下主人逃跑的玉灵 胡说 本大爷回去找你的时候 是你自己跑没眼了 你就是个胆小的 老铁 来这里干什么 这 死耗子 接着 你别扔啊 有人来了 是你呀 怎么在人家的面馆 是面吗 吃完还不走 我也不能白吃你的 刷碗还债 那你说吧 太晚了就睡在这里过夜 谢谢老哥 又是你小子 老板 你哪儿捡来的祸 你听到晚就知道找蛇哥会去 半个月都来闹几回了 怎么又是你 我说宝费你也敢管 你管 你管一次 我就揍你一次 再敢收留这小子 这店就别想开了 是 走 大力 城郊外有一处破房子 送给你了 你走吧 牛老哥 你想行侠仗义 我不拦你 毕竟人这一辈子 最重要的就是无愧于心 但我这里 你不能待了 走走走 蛇哥都放话了 谁还敢收留你 人哪 有了家才能安下心 那游离不归的魂 自然也能收回来 要是有难处 哥哥这儿还是有你一碗面的 刚开始是个难 从没见过的事物 没见过的大城 以前的地方也不见了 但我遇到了很好的人 我现在只想提升实力 找到爹娘 亲亲 你的心境提升了 看来是我多虑了 先生 您可知 我父亲这么多年都去哪里了 时机未到 我不能告诉你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好好修炼 待你有能力独当一面时 我自会说的 正好传你一周 师兄自创的处法 看好了 定灵针的作用 你了解多少 我爹教过我 用定灵针刺入学窍 暂时封锁精灵的行动 还有一个 是我自己摸索的 可以刻刀画符 若是大师兄知道 你拿定灵针画符 一定把你屁股打开花 我不是御灵师 对定灵针了解不多 只能教你口诀 其他的 要靠你自己领悟 接着 按照我说的作 放缘手衣 手净符 智须疾 万物赋阴而抱扬 充气已为何 天生已行 必养万物 天地全皇 可破万华 以你现在的境界 还用不出真正的针破万法 但比你高一届的人或是竖法 还是可以一战的 大力 你一定要成为顶天立地的强者 记住 你是石定天的儿子 我会的 好了 回去吧 不要透露我见你的事 我记住了 先生 班长他们怎么还没出来 莫白 说一说你在八门金所镇里的收获 我学到了兵系绝技 兵龙孝 还得了一件 砥砺剑心的宝物 嗯 你的气势 的确与之前大不相同 不知丁班的几位 收获如何呀 可不要只有一个牛人 能拿得出手 那你们这个学府第二的班 天赋底子也太差了 大力和我也都还没有回来 机缘这种事 谁都受不准 您说对吗 先生 本剑仙都没回来 谁说我们班输了 大蓝 听李乐 您把欧野剑皇蓄意袭击李莫白 您管不管 那飞剑是冲着李莫白来的吗 碰到李莫白了吗 李莫白伤到了吗 你这是被害妄想症 得吃 丁先生 这就是我学到的绝技 在学校中 瘟养一把本命飞剑 可以随我机翼 遇剑杀敌 这把木剑经瘟养后 也会变得坚不可摧 没准还能生出灵质 这本命飞剑不是苏长老的绝技吗 这小子怎么可能会被苏长老看重 客人有恶福 干嘛干嘛 你怎么没受一点伤 你真的打败那个战斗傀儡了 那是自然 本剑仙松松手指的事 你一剑 傀儡就被我打倒了 我说你们两个跑那么快 也太没意气了吧 大力怎么还没出来 谭云也没出来 谭云已经跟随正殿先生 去禁地修炼了 你们不用担心 没准石大力也被正殿先生看中 去禁地修炼了 牛人 去禁地不是好事吗 为什么先生一脸担心呢 之前先生说过 去禁地 虽然能够得到更多的指点和机遇 但禁地环境恶劣 可可 要不停地和强大的兄灵对抗 少有不慎 就会生死盗硝 石大力这小子 你出事了吧 你小子 总算出来了 我得了一位正殿先生的绝技传授 又得了一份机缘 所以耽误了 让大家担心了 大力 你可真是深藏不漏啊 就是 哪像某些人 不就是绝技和机缘吗 尾巴大上天了 好像谁没有似的 那就比试比试 看看谁得到的绝技更厉害 谁得到的机缘更宝贵 比就比 意气之争有什么意思 还是多想想 怎么把你们班的名字 争回来吧 你找死 好了 正殿灵选到此结束 偷各自回班 不得寻衅滋事 是 是 先生刚才为何阻止我 让他忍之气 石大力说得没错 如今不过意气之争 我们不仅于意识 一跃之后 就是龙王塔试炼 弟子明白 谁 居然被发现了 不愧是龙曼学府的正殿先生开阳 嗯 哼 你这魔头 居然还敢出现在学府 不怕被抓吗 哼哼哼哼 即使我出现在龙曼学府门口 那群老家伙也发现不了我 嗯 你是想通知学府里的老家伙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在下对龙器有些兴趣 哼 哼 你 九州精神 雷霆伏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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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冥王尊身 亢 雷霆伏魔 你这魔头 雪佛一定会 那也要你能活着回去啊 安阳先生 日上三杆 还在睡 丁先生 放两天假居然把体能训练都丢下了 好 很好 长着超过了一班 就骄傲自满了 再过一个月 就是下一次决定各班排名的龙王塔失令 你们的资质本来就差 还不修炼 再想赢 做梦去吧 可是先生 他们 当真以为你们坐稳学府第二了 你们要是还想做学府的杂役 做其他班的垫脚石 那就继续这样 反正练了也是白练 对不起 丁先生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我看你们精神好得很 请先生给我们一次自罚的机会 用三百金服训练 作为班长 我更应该做出表率 我用六百金服训练 请先生请保管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们 现在把龙王塔的事给我听好了 舍得到时候找借口说训练太累没听清 龙王塔是镇压学府龙脉的镇眼 也是历界弟子的试炼之地 里面灵气浓郁 每一层自成一个秘境 蕴含宝藏 但里面同样凶险万分 含聚着不少喜喜龙气的精灵 山林试炼和龙王塔试炼相比 就是一次游玩罢了 先生 我觉得已经充满力量了 可以训练了 对先生 您别客气 尽管练 不用担心我们 三张百金服 这根有六张 不会是给大力的吧 丁先生 您不过是要我们背着跑吧 都给我扛起来 十大力一人一组 其余五人一组 再较就加倍 我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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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都回去吧 晚上少出门 最近长老怀疑有不轨之徒潜伏学院 假扮的赵树岩也被袭击了 头当心血 是 灵力怎么一直在我体内冲撞 难道是提醒我要突破了 灵力不受控制了 石大力 怎么还在修炼 不好 怎么会有这么庞大的灵力 石大力 快收回去 石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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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祸 大征镜是修行者的第一道关爱 如溺水星舟 不进则退 你居然敢急躁乱来 你可知从知徒到大征镜 最重要的就是理顺体内灵力 让其随经脉运转全身 如滔滔江河 不绝不息 先生 我 你倒好 急躁冒进 要是灵力堵塞学窍 无法疏通 轻则学窍破裂 重则暴体而亡 先生 我知错了 可是 好了 年轻人一时急躁也是常识 我看你当年也没好得哪里去 你 既然你已经到了破镜的关爱 我就帮你一把 多谢先生 释放你的灵力吧 你今日回去就打坐修炼 让灵力在体内沿着经脉运行大周天 待你体内那股灵力能够首尾相结实 便能破镜了 先生 我 好了 回去吧 先生 您刚才也看到了 石大力 他怎么会有那么庞大的五色灵力 万一被学府知道了 天地五行之气 自成五色灵力 石大力身上秘密很多 但本心纯正 倒也不必追根究底 至于那灵力 我在他体内留了一道禁止 非灵力枯竭灵翘破裂之时 那股灵力都不会爆发出来 直至被他全属吸收 你不必担心 青秋 你找我有事吗 怎么不进去啊 这是 这是 是青秋山独有的修炼之术 可以帮助吸收天地灵气 你之前说想要尽快提升 不如试试这个吧 多谢了 对了 我 我体内的灵气突然暴涨 你们怎么都不想听啊 大力 你猜我现在什么境界了 大征镜啊 你小子可以啊 你怎么还在同游镜啊 再不努力可要被我们甩远了 丁先生说了 我只是走得慢而已 并不是追不上 你进入大征镜也不久 可我为什么看不出你的境界 虽说是同一境界 但实力上 实大力几乎比你高一个境界 不可能 一体内的灵气流转混乱无比 虽然力量强度达到了大征镜 但是毫无章谱 不仅很难为你所用 甚至稍有不慎 就会伤到自己 你们灵气的总量相差无几 但实大力可以调动八成的灵气 欧也却只能调动三成左右 这就是差距所在 实大力 你是怎么把体内灵气 梳理得如此完美的 前段时间 我得到了一套新的修炼法 没想到修炼起来 可以引动周围灵气 一下子就把我全身经脉都疏通了 这修炼法是从哪里来的 起源可有记载 还能有什么法子 青秋姑娘给她的书呗 你青秋给我这本书时 只说对我有帮助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像量身定制的一样 试炼在即 上次玄机先生给你们特训 引来了其他般的不满 不便出面 我会代替他 敲受五行术法 请先生指教 这次的术法 可以配合你们的灵效提升 进阶 十分珍贵 都给我好好学 精细学子先来 我知道你们一些人在修行其他系的术法 以求 属性克制 但你们不要忘了 修炼术法本就不易 修炼与灵根不契合的术法 更是蛇本求木 我可是专心见到 属性克制又如何 一箭破之 其实以我这般境界 学会基础的五行术法教学容易 但施展出来的威力并不强 不如专心修炼与灵根契合的术法 这招叫万箭绝 实力越高 分裂出的飞剑就越多 还能控制飞剑的方向 若能做到剑随心动 攻击力就能最大化 先生 像我这种大征镜的天才 可以控制的飞剑 怎么说也有二十六七把吧 以你现在的灵力 一心多用 能同时控制的飞剑也就七把 再多 你的灵力无法支撑 当心筋脉干枯 灵俏破裂 我差点忘了 还有一把本命飞剑呢 你那把本命飞剑就盯点打 是玉剑吗 玉牙签还差不多 什么牙签 我这是本命飞剑 可以随我心意变换大小 对敌时能出其不意 还有四个术法 都给我看仔细了 是 不愧是点水成冰的绝技 可这冰怎么是金色的 集合 再过几天 就是龙王塔失恋了 在里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你们给我记住一点 保护好自己 先生放心 我一定保护好大家 好了 今天不留你们了 都回去休息吧 甲医盆石嘞 拿好了 老板 把你这最好的灵药都给我来上一瓶 得嘞 我都要了 一会儿送去我住的地方 好嘞 我马上给牛老板送过去 真不愧是牛老板啊 财大气粗 这么巧 送给你们 托个彩头 祝你们在试炼中 也能逾越龙门 这怎么好意思 对了 大力呢 偷偷修炼呢 反正怎么修炼 也不可能超过本剑先的 他这是瞎努力 出来吧 本神君来也 没本事非要学人炫气 摔惨了吧 你这老鼠 当心我把你烤了 本大爷提报你的狗头 你信不信 老铁 你没有发现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本大爷我 有灵力了 应该是得益于 在玉灵天树里的修炼 我也觉得神魂稳过了许多 这么说来 老铁现在是一阶精灵了 还没接出元丹 就不是一阶精灵 最多算是人类修炼者 开灵窍吧 总算是可以修炼了 真遇到什么危险 起码跑得快 红罗 怎么了 好像有一尊厉害的兄弟 停在 不会吧 要不我去告诉丁先生 也可能是我感觉错了 学府强者如灵 如果真的有事 他们不可能察觉不到 这么久了还不联系我 他到底想干嘛 先生 你在这里做什么 先生 我只是 学府最近有不轨之徒潜入 你无故深夜外出 莫非你 不 先生 我不是见血 不要怕 你若是知道什么就说出来 以学府的实力 总是十二魔将来袭也能拿下 莫非你 怎么 陆先知不认的本作了 你 你进了罗迈学府 还敢假冒开窑先生 不怕被发现吗 截杀正殿先生 取下他的皮 俨然耳目 对本作来说 轻而易举 你 你杀了开阳先生 龙脉学府的实力 也不怎么样 先知不如投奔我们 求个光明前程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你 可知道龙脉学府的洞天伏地 是怎么形成的 是他们用大阵 抽取鸿蒙山龙脉的龙器 人为制造出来的 可如果那座大阵出了畅子 会如何 你要让龙脉学府的天地灵气枯竭 若只是让灵气枯竭 何必费此周遮 如果龙脉学府从天上掉下去 那该有多精彩啊 不想那可是三十万百姓 你们太疯狂了 妇人之人 别忘 你还有陆家 父亲 陆家 先知 事成之后 你们一家自会团圆 明日一早 再来这里 孰轻孰众 先知好好考虑吧 端好了 这可是家主赏赐的古董 打醉了 你就只能用命还了 上爷饶命 上爷饶命啊 长老 他们又打死了一个碗 你说是打死好 还是喂狗啊 上爷饶命 上爷饶命啊 慕容泽 你个畜生 你 你 不得好死 长老将宗族弟子当作玩物 我奉家主命来清理门户 别口喷人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对得起慕容家的栽培吗 谁 是我 慕容师弟 勤勉修炼虽好 但还是不能急躁 万一走火入魔 教习有事吗 就是来看看你修炼的如何了 罗王塔师炼七就要到了 不去 你不去的话 青秋恐怕压不住丁班那帮人 你看 青秋 青秋虎 该用这种名号 想必他一定自负姿色绝样了 教习放心 我会去的 那就好 你一定要给师兄争口气 可不能剁了甲班的名声 当立 欧野干嘛呢 甲班赵树炎 无缘龙王塔 学府第一天 大谈提琼的行 说要找出我们班最大的对手 是甲班的慕容泽 那就是慕容泽 没错 据说他在闭关冲击天师井 没想到他会来 为了打压本天才 甲班还真是下了血本 你们看他得见 一般人看不出来 但我这种出身铸剑是家的人 一眼就知道 那柄短剑其实不是剑 应该是秦门兵器中的一种 类似于判官笔 可攻可化 石大利 我没想到慕容泽也会来参加试炼 此人性格古怪 阴晴不定 你们要当心 星球姑娘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好歹也是得了长老绝技传承的 我们 他已突破到天师境 天师境 开玩笑吧 总之 你们要小心慕容泽 是关心我们 还是关心大利 我严禁于此 信不信有你们 我信我信 别生气啊 身为假班学子 却终日与丁般似唤 想必你就是青秋吧 我在落水洞天闭关多时 让你担着假班第一天才的名号 真是受累了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你要这个称号的话 拿去便是 事实而已 可笑 我若是有一个在长安书院 晋升为闲人的长辈 早就是圣王静了 你要靠那些资源提升修为 我可不用 天赋再强又如何 品行不端 你怎么让假班浮衆 我不行 难道青秋可以 姿色倒是上乘 怪不得两个争相为你出头 做个半读倒是可以的 住口 两个大争竞 一起上吧 不让你们一只手 或者 我把境界压到大争竞 就算慕容则压制境界 也只是削弱了一点灵力而已 境界感悟依旧在 使大力他们还是处于下风 不用礼摩白 我一个人就可以 你找死吗 你怕他 我可不怕 好 若我赢了 不但青秋要做我的半读 你还要做我的奴隶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 不要禁止到青秋 好 你要是输了 我就废掉你一出学窍 胡闹 青秋 你怎可如此恶毒 比你师兄立下这样的赌约 是慕容则主动要求的 我答应吧 你 我可以自己处理 若是他们费你一出重要学窍 你日后岂不形同废人 这是说之玩吗 方教席 是慕容则先要求青秋做他半读 同时假扮弟子 您不能如此偏袒吧 你也适可而止 龙王塔试炼即将开始 所有学员就位 龙王塔试炼为期三天 已登上龙王塔顶的名次 决定接下来各班排名 在此期间 机缘自得 生死自负 这就是龙王塔 无奈龙王塔之主 依照吴与龙脉学府定立的契约 准许而等在龙王塔内进行试炼 龙王塔内不尽厮杀 若想离开 捏碎玉牌即可 但随身物品将会留下 冲作后来者的机缘 不要慌 木戏学子 用蝉腾树拉住人 一起向上爬 造图欲言之术 我的妈呀 救命 救命啦 黄队 营烛之火 岂能与日月争会 不如则 请小爷站住 救命啦 站稳啦 凡人的苍蝇 侯爷 侯爷 慕容泽 你罔顾宣子性命 太过分了 都是些无用的废物罢了 何必在意 龙王塔第一层 通关条件 收集十根龙救鸟为鱼 犬神君的宝贝还真够补 快躲起来 快过来 就按照训练的配合来 风神威力比想象的还要大 继续用灵力维持 第一层就这么难 后面几层可怎么办 灵龙就疯了吗 他会被锋刃撕碎的 他会被锋刃撕碎的 好快 这也太残暴了吧 只是拿尾玉而已 何必赶紧杀鸟 怎么 要我帮你们闭上嘴巴 他们说的没错 你才杀暴女 慕容家就是这样教弟子的吗 蹦下他 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来处置 宋哥 你们就等着给他收拾吧 甲班木龙泽到达第二层 乙班宋哥到达第二层 开死 不行 你要是走了 定班的人可能撑不了多久 难道眼看着宋哥被抓走吗 不要担心 我去看看 你们正好收集维宇 听交 你要小心 大家调度灵力 准备收集维宇 太慢了 等全部集齐 慕容泽都不知道第几层了 这是先生偷偷教给我的锦囊妙计 显然是丁先生觉得你靠不住 此次试连 若顾及全班 名次必定不如假以二班 不若牛人留守殿后 十大利与欧爷组队尽快登顶 果然 这种关系班级荣誉的重担 还是要落在本天才的肩上才行 我说欧爷 后面还有字 你看完了吗 如若必要 为了翻起荣誉 十大利可舍弃欧爷 独自登顶 这不可能 丁先生果然是真知灼见啊 先生怎么想的 怎么能丢下我呢 不丢下你 难道丢下班长吗 先生就这么看不上我吗 仔细点 你可是未来的剑仙 没了你 我可怎么通过这九层罗王塔啊 不 其实没有你 我能不能通过第二层都难说 你们快去吧 我有办法撑下来 你们要当心 躲开 这锋刃军能一击打碎忽山法七 我们还怎么出去猎取维羽 是十大猎他们 侯爷 比比谁先得到十根龙救鸟的维羽如何 来就来 本剑先怕你不成 合作吧 这里还有一些护身符路 你拿去 陈勇你有土系绝强的防御 加上我的点水成兵 一定能保护好班中学子 说不定能一起完成试炼 好 班长 你走了 我们怎么办 你们自己看着办 还心脱力武不够多吗 兵班十大利 欧野剑皇到达第二层 十大利他们已经到达了第二层 我们一般难道还要再说给丁班一次 你还要不要了 铁区没出小东西 丁班起码都能自保 连丁班都不如 龙王塔第二层 通关条件 收集 二十枚物园 网羊技术有心血 网羊技术有心血 网羊 一个人要二十枚物园才能通关 这神手不见无止的 上哪儿找物园去啊 石大利你 怎么了 你的势力不受物掌影响 我学到的绝技是心算 可以用灵力探查周围的事物 反映在脑海中 这里可比眼睛看得清楚 看来绍军先生的绝技也不是那么鸡肋 我好想看到宋哥和慕容泽了 那还等什么 快追啊 欧颜 小心 什么东西